找出他們可能幫我們在所謂NN區後面能夠盡一點洗地 這是兩點 所以總之這兩個用意也請唐政委能夠重視 今天來的主要目的就是這兩方面 謝謝 那底下我是這樣看今天的詳句就是說 請政委能夠也簡單跟大家講幾句話 好 OK 我就跟您一樣就差不多三四分鐘了 大部分時間保留給大家的問題這樣子 就是就是很高興就是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 那我在這邊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其實是大家都可以來拜會 所以呢我想任何時候大家只要想到有什麼更多要問的問題 除了今天之外我禮拜三大概也都在這邊 不管是透過視訊或者是實際來這邊拜會 我們都很願意 那台灣當然最重要就是我們是一個民主的政體 所謂的民國就是民主國 多名之國 所以這個民主它的重點是說 是各方都要有個高度的平衡 就好像拋彩球一樣 所以它才不會落下來 那一邊當然是有國家的權利 國家的權利有龐大的資源 有龐大的組織 但是國家的治理正當性是靠人民賦予的 所以如果國家沒有跟人家溝通的話 那它就沒有治理的正當性 但是反過來講呢 雖然公民有終極的權利 尤其是我們現在包含公民投票法等等都通過了 但是呢其實你要說公民的意志是什麼 其實是沒有人講得準的 所以它是隨時在變化的 所以我們期待說政府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呢就好像一個馬鞍一樣嘛 你不要它意託能夠僵鎖 但是第二方面呢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多討論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做點事情 不希望完全只是眾生喧嘩 然後一事五成啊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說 我們透過網路怎麼樣保持我們的意見多元 但是呢讓我們的公共意志是凝聚的 而不是分散的 不是大家越討論 大家都彼此封鎖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這個空中飛舞的球全部都落地了 也沒有什麼全彩啦 全部都這個只有分成兩邊或三邊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想這個裡面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石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我想政委的意見基本上很理性 而且跟我們沒有什麼特別出入 我想這個很高興 那接著我們是請那個武統統教授介紹一下 還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武統雄 那麼今天啊 首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聚會的正式的名稱 那我們今天聚會啊 這個我們希望給大家能夠有一點這個記憶 是當演言遇到家家 演言是誰呢 就是言論自由 那家家就是家料新聞 那我們一個更比較流行的 就叫家新聞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呢 是我們請唐鳳正偉的唐鳳全彩對談 唐鳳正偉的唐鳳全彩對談 唐鳳正偉的唐鳳全彩對談 唐鳳正偉的唐鳳全彩是我們臉書上的一個公共論壇 那麼他的一個八個字的宗字 就叫藍綠並立黑白分明 所以啊 是這個 不論政治立場 其實目前都能夠共同參加和平共處的一個臉書社團 那我們今天來談談這個言論自由跟家道新聞 那麼今天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剛剛唐鳳正偉在這個WelcomeIGS 就是在歡迎此中 他其實他自己主動已經提到 就是啊 我們必須面對當前的事實 就是當前在這個網路言論上 實際上是已經出現了分裂的現象 那不同顏色的社團 都不讓別的社團上來發言 必須封鎖 如果去的話 都是惡言相向 多半都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實際上 這個有分 目前已經產生分裂與抗爭 那網路是個虛擬的社會 如果我們繼續 放任它成長的話 那麼有一天真的會在我們的實質社會中 到我們的實質社會中產生分裂 這個是非常破壞我們國家的成長 我們已經破壞國家團結了 那麼實際上 剛剛這個 唐鳳正偉跟董導發言中也都提到 我們是民主 我們已經 這個 這個 經歷數十年的努力 已經走到民主社會 就是一個多元言論的機會 那麼在過去我們成長 其實有過很多 即使不同立場 我們還能夠互助與合作 那麼我們很遺憾的來講 必須要在境裡面來 這個風氣 是有墜落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回轉 當然今天我們來問的時候 就是說 對於我們 這個 還有一個 我們認為 雖然目前好像 各界沒有注意 但是我們非常注意 這個 就是有關民主實驗室的問題 這個 我們在內部的討論中 包括董事長跟各位 都其實深深的有一種 叫做藉據之心 所以 我們今天 待會兒有一個高潮 可能要特別 如果在網路上的朋友 甚至有別的媒體朋友 有注意的話 這是我們深覺 目前好像大家沒有發現 但我們覺得 必須要去重視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 可能會對我們的社會 影響非常的深遠 這是會議的正式名稱和主要目的 第一塊就是言論市場 在我們多元社會呢,本來就是有多元言論 就好像是一個充滿了各種花火的果園一樣,是有各種不同顏色、不同滋味的新鮮水果 但是我們講,我們做事就一定要承認事實 假如不承認事實,就很難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承認,在我們這種多元言論之中 其實很不幸也存在著腐爛水果,也存在著魔鬼水果 那就是我們來講的家料行文、假行文 所以事實上是存在的 但對於各式各樣,可能智慧不一樣,可能顏色不一樣 但就是新鮮的水果,我是認認真的水果 其實我們都很恐懼這些惡水果 作為水果中的一份子,其實我們是反惡水果 我們是反魔鬼水果 我們是希望這些魔鬼水果不會傳染到我們 不會讓我們美麗的花火源種到瘟疫 種到新冠肺炎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喜歡,我們希望百花西藏各種水果 這是第一個,我們在言論市場 在這個市場裡頭,我們就是全財論壇了 老實說,當我們也講,現在網路真的很不幸的 我們發現,絕大部分佔高比例的幾乎都已經選了兩邊站 那麼,存財,老實說是一個相當努力 直到現在,假設當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弄一兩秒鐘來瀏覽一下我們 可能真的是在當前,網路上唯一,藍綠兩種主張可以定例 唯一,並沒有可以主張別人講話 也唯一,就是說我們看見現在的論壇 有時候我們看不下去,都是酸言的專語 都是在罵、罵 那我們論文上,還是能夠有縮理、將情的地方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全財論壇了 當我們關於更多不同的,同樣全財管理以後 有共多不同顏色、不同滋味的水果 都來跟唐聖偉一起來溝通、一起來努力 那麼在我們要努力的,我們看見另外一塊 那麼我們知道政府很久以前也發現這個事情 那麼有這個惡水果、壞水果存在不是件好事 所以我們在文獻中有看到了 那麼這個政府大力協助兩個機構 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假新聞的問題 那麼這個好像在我們這個神話中 有一個安博士兵 雙頭大神 那個雙頭大神 他們是很會吃水果 那麼一個就是臉書 那麼尤其我們大部分的這個網路社團上 在臉書社團上非常多了 所以他來吃水果 那麼這個吃水果呢 一個是吃什麼水果 一個是臉書自己判斷 另外一個他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判斷的來源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事實查而中心 所以他也等於這個雙頭大神在吃水果 第一個 作為這個也是論壇中的其中之一 其實我必須要感謝這個雙頭大神 那麼因為我們剛剛也講 我們並不喜歡有假新聞 我們其實很防止這些假新聞來污染我 所以我們很感謝 但是實況我們又要歸於事實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這雙頭大神在吃的時候 不一定吃到的都是這個假水果 他吃到不少新鮮水果 不少吃到不少好的水果 而且可能人有一個用餐有個習慣 慢慢有人會覺得好像他專門吃 但專門只吃一種顏色水果 然後另外的這個水果他好像沒進去 好像不一定是事實 但是呈現出來了這樣子的現象 也不是貪事實 而是偏事實 他可能自己沒注意 但是我們在外面談到可能有一些原因 確實造成了這個事實實相 在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 推協助這兩位呢 最大的是我們的政府 那麼我們也理解 唐總政委在推動這方面 參與相當大的一個責任 而且更好的就是 你是願意出來跟大家面對 所以說 到底這個運作是怎麼樣 當然要請您們跟我們說 好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呢 這邊還有第三塊區塊 是這個國展會 那麼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任何在這個對談的過程之中 這一定有可能有兩邊的意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認為一個成功的會議 都必須要有一個moderator 就是要有一個中介協調單位 中介協調人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 國展會的董事長 彭白姐先生來擔任 我們這個第三塊 他站在中間 拿一把口箭 但其實呢 我們做過老師的都知道 我們在課堂上要選一個教篇 但是教篇的選在這裡不用 而是在說 這個教室是有一個discipline 是有一個紀律 是有一個基本人的 所以我們請 這個 我們懂嗎 他拿來打常見 這常見不要談我們的 但是告訴我們 我們有一個正義的分寸 那為什麼要特別寫 這個 要特別邀請麻煩 這個 彭白姐先生來擔任我們 我們中介人呢 鄭偉可能知道 但是我猜很多年輕的朋友 可能很不大認識 這個彭白姐先生 其實要跟各位報告 各位可能沒有想到 彭先生今天是五黨籍 但 他是民進黨的創黨推 發持人之意 更重要的是 彭先生曾經在擔任立委的時代 那個時候 我是在那個媒體記者 很臭巧的 跟彭先生委的專攻大師一起 共同選擇彭謙作為模範立委 是我們媒體共選擇 曾偉藍自己投票,但是他的尊貌 那時候我的年紀可能是富的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提出這一點呢 我要再跟各位網友報告一件事 剛才他們兩個都講 我們台灣已經進入到民主時代 民主時代一定要走政黨政治 為什麼一定要走政黨政治 其實在歷史上,我們很多責任都告 很多有哲學事項的人 他不僅哲學事項,實際上歷史已經幫我們一再千百實際上重複證明 叫做權力必死 power corrupts 權力必死 這個再勝民的人都逃不過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自衡的力量 那就是政黨政治 但是很不幸的 也就是說在這些年以來 政黨政治變成另外一個 叫做政黨惡鬥的代表 政黨開始不再去追求公共政策的 不再以人民的福祉為先 而去爭取各自政黨的利益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好的理想 政黨政治 但做法做錯了 得到的結果是政黨惡鬥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請彭天 因為在彭英的時候 彭英在當立委的時候 他是少數黨的立委 但是被我們選做模範立委 那他為什麼被選做模範立委 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這也要跟年輕朋友 例如我們年輕朋友出生的時候 台灣已經很好了 所以你沒有感覺 其實在光復以後 台灣的狀況是非常貧困的 那麼實際上 我們對發生過的事情 不要去說謊 再跟這個焉煉它 那麼在光復後 在執政黨 確實在推進這個基礎建設 在推進這個工業建設方面 確實做了很大的貢獻 也確實到了彭先生當立委的時候 到李登輝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變成在國家財富很有名 當時有句諺語 台灣籍 來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籍 對 到那個時候 我們從非常窮困的殖民地 已經變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國家財富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就遇到一個挑戰 就是在我們很窮的時候 國家根本沒有錢 所以那個時候以前都是重視 這個基礎建設工業建設 但是彭先生那個時候就注意到 我們進入到了要財經財稅改革的 所以彭先生當初為什麼 我剛剛一直會講 彭先生因為他也擔任過縣長 這個時候呢 他前面的執政黨 為我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但是到了新的一個境界的時候 每到一個新的境界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再追求進步跟改革 然後舊的這個 他的基礎過去成功的經驗 可能一時沒有注意到 所以當我們從很窮變得很有錢 變成亞洲市要從最大的時候 要多多改革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靠的就是我們的少數黨 那個時候是我們少數黨 最精華最精彩的時候 就是提出了我們財經改革的論述 但我們也要非常感激 因為那時候的執政黨或是黨 並不是民進黨 但是我們提議的人 是深謀遠慮 認真研究 提出了國家的下一個 財經改革的計畫 身為多數的執政黨 接受 這就是我在講 這其實是我們憧憬的 是我們所要去追求的 這叫政黨政治 競爭 是我們所要去追求的 人之中有合作 有合作 因為公共政策 老實講 是沒有絕對標準 沒有絕對標準他 最簡單的一個公共政策 就是核能 核能 老實說 就是國家經濟 尤其就是台灣能源頻繁的來講 對經濟最好的可能是核能 但你是在講 但是你說 我們在用 萬分之萬安全 誰敢講 所以就是說 很多共政策 其他沒有絕對正確 絕對的答案 所以呢 我們就要 雙方要主張 不是我才罵你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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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廢話 你要讓這個全家人死光光 不要用罵你 各自把理由說出來 然後大家公民來決定 決定了以後 我們就一起努力朝向 這是人民的選擇 我們就以人民的選擇來努力 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這個叫做 這個 真正的政黨競爭 要做 競爭之中 要合作 所以今天我拜託他的時候 他本來說 這個給我麻煩他 那我說為什麼 因為啊 這個今天一則 我請他以他過去的經驗 來示範 這是我們今天 我們剛剛講 我們既然來談話 我們的單索我們的問題 就很直接 不會歌功頌得了 就是我們所憂慮的問題 但是我們很誠實地 要去了解 其中可能我們有誤解的 可能有政府在做 或者這幾個政府在做 他們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來講 就是說 我們之中 要去求同 如果真正有意的地方 就有存意 但是我們以求同 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請他今天 來做這個麻煩為真 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協調中業人 就是把他的這個經驗 當萬一我們有個不同看法 來做我們中業人 那麼實際上 我們還有一個更奢侈的期望 測試 就是啊 測試選擇怎麼呢 我不曉得今天 能夠經由直播 能夠看到多少 我們 因為我對 這個政委 我們以前 有過溝通 所以 那麼 我對他慢慢逐漸的了解 我覺得 應該是一個 恢復我們 過去 我們台灣過去 曾經有過 做得很好的政黨政治 這是我們的台灣價值 我們台灣價值 就准許不同的政黨 說不同的講話 但是我們會去選擇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且不會因為你是多數而是少數 我們有過 這叫台灣價值 那麼 所以我們想 好 的奢望是老實講 我們一打開報紙 就看各級議會 一上去就是我罵你 你罵我 然後就打架 然後你的提案我全反對 他的提案我也全反對 這不叫政黨政治 這就是政黨惡鬥 所以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很深的奢侈的期望 也許今天 能夠看到之過的很少 但是 看到之過的人 請待會兒看我們的進行 我們希望能夠復興這一種 以問題解決 我就把問題答出來 我不躲藏問題 當然 但我們共同來解決 然後呢 這個求同與存一 在這之中 我們有誤解的 我們糾正我們的想法 我們有看到 這個貴方沒有看到的 各位覺得值得參考 我們要修正 所以這個是我們 這個特別 為什麼要請國展會 其實我們有 除了今天主持會之外 有更奢侈的一個期望 那我今天 這個 來這個 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 也會來拜訪其他的人 從我身邊開始 那麼第一位 是我們的這個 陳志穎同學 他是剛剛 他是剛剛 台大國發審老 他說的蠻畢業 對 說不定也有困難 因為我們 jest國際化時代 有一次在公室或 units 組織 我們過去這個名字 常常很嚴肅 才習慣性叫 聽到這個英文名字 是同學 接耀區這一位是我們國長會的執行長 義務執行長 他其實也擔任過局長的職務 現在來為非政府組織來做義務協助 接耀區這一位是陳瑞幸同學 他目前在北京的政法大學的博士候選人 所以我們知道在大陸 政法大學也是非常具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我們在這邊老中青 中登麥感年輕 正本這一代是年輕 謝謝 我們這邊還好 年輕太多 我們希望這次一個小小的起步 我們希望這次一個小小的起步 但是我們在預告以後 已經有一些人留言說 希望能夠今天做線上提問 所以他們兩位待會低頭是在看 有誰做線上提問 然後做一個選擇 待會第二輪的時候 再把廣大的外連的網友的意見 再直接線上請教這個政委 那麼所以其他的網友 如果現在有興趣的話 也請你注意的參考 也歡迎隨時在線上提問 我們有兩位同學會負責 來認真仔細的讀各位的提問 然後為各位整理 然後該會來請教 不好意思 我們由吳彤彤教授就簡單 事實上是在講言論自由的本質 所以他用政治的演變一直到現在 國長會不是重點 我不是重點 但是我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其中我們的言論自由 從平面的媒體 平面的媒體我們當然就是最終 有一個出版法 耶穌太嚴重 所以才有真難容 最後以身訓到 那這是一個言論自由 達到一個非常 在當時來講非常對立 但是已經確定 言論自由是被台灣 不管是草原 事實上都接受 那麼吳彤彤教授是希望 說以前我們先輩 能夠走向一個從言論管制走到自由 然後在我個人的角色 不是說 國長會不是重點 我不是重點 而是說我們那個過程 從平面媒體的言論管制到開放 然後就是電子媒體 包括有線電視 包括無線 特別是無線 後來我們在朝野 對峙之下 當然這是歷史的一個小角落 就是為了要回復到台灣民主政治的那種政統 所以我們曾經在 跟好伯村好伯伯在對抗的時候 然後跟執政黨當時的國民黨 有做某些在言論自由 希望能夠開放第四家的無線電台 所以那個過程我想重點之一就是 也透過反對黨不斷的要求 所以執政黨開放 然後比較嚴重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就是KBOL 就是有線電視 我當時是擔任台灣有線電視聯盟的主席 最重要的是像當時的行政院新聞局 對管制我們所謂的第四代 做了非常多的壓衷 但是我當這個職務以後 能夠打開KBOL 能夠透過市場運作 當然現在大部分都是不在國上 不過我們是認為 從政治管制把它開放到 正常的經濟性競爭 這一段的歷史在今天 吳教授跟這麼多冷靜 朋友來跟唐政偉做 當然他的行動是奢侈的期望 那我是認為 唐政偉剛才這樣的態度反映 我認為這是台灣很可惜的現象 因為新聞媒體或者是電子媒體 包括現在網路媒體 如果能夠在某些言論能夠有秩序的運作的時候 我們期待的就是能夠比較健康的 但是這裡就有一點灰色 你但管制以否真真假假正怎麼樣面對 我想這是政府的重要的責任 但是我們在座也是因為未來有一個有秩序的 健康的言論自由來的 所以我的角度是希望你們也複習一下 重要的是應該是正偉 正偉 黃正偉能夠在您有智慧慢慢去推動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們比較簡單介紹他來的重點 講這麼多的意義 不外乎就是我們需要一個言論自由 能夠本質上能夠在台灣 那是不是可以請政偉 可以簡單給我們知道一下 政府對假訊息的政策 誰來負責 我們怎麼樣針對這問題來做 政府的這種處理更簡單給大家知道一下 我應該用不了二十分鐘 我就盡量請問 反正之後問答的過程你還可以再多說一下 我想政策研究都是有它的一個脈絡 我們也不是憑空去擬定政策 就像當時彭老師在金融研訓院 可能還不叫研訓院 基層金融研究訓練中心的時候 那時候我負二歲 我還沒有出生 就已經開始思考財經的政策的必要性 一直到後來您擔任理法委員 當然當時我就出生 但是也才九歲而已 這個時候它是有一個脈絡 都是有一個脈絡的 所以同樣的就是說 我們對於我們在行政院 叫做假訊息 在民間常常叫不實訊息 但是我們是不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待會兒我會說為什麼 因為不希望說就是把假冒成新聞 跟新聞的內容不實 跟記者好不容易寫了 編輯下一個不實的標題 這三種情況分為一談 因為這三種都被叫假新聞嘛 所以這樣我們比較難討論 所以我們在行政院是叫做假訊息 如果它是故意的 或者不實訊息 如果它不是故意的 那就對應到英文的字 Disinformation跟 Misinformation 這兩個字 當然我們知道說 在有網路之前 忘記網路就是大概90年代之前 我們主要的現政主義的想法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分離的權利 議會政治嘛 然後媒體在外面 又算另外一個權利嘛 這樣子的話意見雖然多元 但是代意識跟主流的媒體 它能夠行作公共一職 那行作公共一職之後 這個不管有多少種想法 到最後總是可以一起找出一個解決方案來的 這是傳承的一個做法 但是呢現在網路出現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擔任著相當於以前 只有國會議員或者媒體記者 才能擔任的那個組織者的角色 你在社群網路上面一個警號的一個標籤 你忽然之間就變成了言論的領導者 那這個時候你不需要再經過什麼編輯的核高審查 也不再需要這個國會一票一票投出來的這個代表 你就變成好像這個名義的代表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樣子的困難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社群媒體的資訊很容易就超載 我本來發起一個警號可能全財 或警號什麼東西 是為了倡議一個良善的理念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也運用這個警號 他不用經過你同意嘛 你就可以放很多的這種不實的東西混進來 那混進來之後呢 本來利益良善的一個行動 裡面就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不實的訊息 或甚至故意的假訊息 那這個情況之下 本來發起的人好像就會承受這些不實的 或者這些虛假的信息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信任就很容易崩潰 這個剛剛大家都已經說了 那所以呢這個直覺的反應呢 在我們周邊的國家我們也不諱言 台灣就是在我們整個亞洲 其實是言論空間最大的一個地方了 那所有旁邊的呢都會通過一些法律 好比像說像新加坡 他們通過了一個叫做 防止網路不實訊息與網路操縱法 它的概念非常的簡單 就是不管是個人在社群網站 或者是電子媒體在他的網站上面 他講的任何話 新加坡只要有一個部長 認為他是假的 認為他是錯的 他就可以呢 有一個公文發到他那邊 他就必須要更整 或者是下架 他等於是透過這個 他的部長的這個威信嘛 對不對 就是他的authority 去要求民間的部門去下架或者更改 那當然另外一種呢 是說 我政府都不管 我交給民間來管 好比像說像德國有一部法令 叫做NASDG 它就是 對 對 因為你在到德國去了 因為德國的地方 因為這個很對不起 因為你剛跟網友提到新加坡了 其實我對你過去言論的了解 我覺得在某一點我們應該會有共識 我們知道新加坡是我們的好朋友了 所以你剛舉的新加坡 是說我的心中忐忑 因為這兩天正好要發生一個 新加坡太好的事情 但實際上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又在一個非常獨特的地理跟文化的環境之中 但是如果我對你過去的言論了解 沒有認識錯誤的話 我們通常不會去把新加坡認為 是我們應該去仿校的民主典範吧 當然不是 所以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也知道他有特色的地理文化了解 但是我覺得 這是很對不起 對我的感冒 就是我們既然來了 就是實話實說 我完全同意 而且我對你的了解 也知道應該你這點跟我認識 當我們在推崇一個現代國家的時候 我們大概不會優先去舉這個新加坡的例子 我理解你的意思 所以呢 也許他不是一個我們正好餐桌的 你寧可要舉的話 我甚至舉日本都還不錯 我理解你的意思 雖然我知道 我們對日本也有一些很獨特的個人的經驗 可能有一些各式各樣不同獨特的感情 但日本在追求民主法師尤其他們的民間 甚至反映到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這個屬於這個生活中的影域作品之中 他們是真正的 是我們可以參考的這個民主法制對象 應該不是你剛才講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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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因為網路難以管制 就像剛才講的他算是一個模式 他是一個模式 那他這個模式推出之後 有相當多的國家參考 那德國是另外一個模式 他全部交給這些像FBI等等的這些大廠 那這些大廠他都必須要進行言論的審核 當然他們審核的主要是仇視言論等等這些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兩個都不是台灣應該走的方向 你要聽就是聽 對對對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是他權力交給政府 你承認是非常有效率 但是這就有點像是什麼 前門拒虎 後門銀狼 就是說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執政黨可能永遠就是執政黨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 它對民主政治不一定那麼有利 那反過來講 跨國企業那邊也不一定更好 因為他們可以快速做出判斷 大部分都是靠機器學習 組成AI 那AI它快速做成判斷的時候 他很難解釋為什麼他做這個判斷 所以他就非常不透明 我們在行政部門 我們做出決定 至少你可以說 你看會議紀錄 到底誰做的這個決定 如果是機器學習 他連這個都給不出來 他如果給你的話也是六千億 這個也沒有人看得完的 就是他那個權重值可以都給你 可是看完之後還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台灣的模式 並不是這兩個 分別是公務門跟經濟部門主導的模式 相反的我們台灣的模式是叫做社會部門主導模式 社會部門主導模式 社會部門主導的模式 什麼叫社會部門主導呢 就是讓民間去負責信任的重建 民間也沒有政黨輪替的這個問題 民間也沒有這個為股東的利益事問的這個問題 民間理論上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 好比像有人決定要加入全財論壇 有人決定要退出全財論壇 這裡面例如是說你不喜歡一個壇友 你把它開除了 沒有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這個你不喜歡一個壇友 你可以把它吊到什麼別的缺啊 什麼也沒有這件事情 民間是有機的一個組織 它不像公務門跟經濟部門是由上而下的 這樣子一個管理的情況 那台灣這個模式 之前有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垃圾郵件 垃圾郵件其實有一陣子是在每個信箱 泛濫成災 大家收到的不是要賣什麼藥啊 就是說你如果把這個信轉給幾個人 才不會遭到惡運啊 還是什麼 它是哪一個國家的公主有多少錢 然後你要提供一個賬戶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都是非常多的 那在當時民間有很多呼聲說 政府應該立法管制 但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到現在針對這樣子的垃圾 詐騙郵件並沒有任何一部法律 它是沒有法律的 但是現在垃圾郵件比較不是一個問題了 你也很少再聽到垃圾郵件 說有人說要立法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在我們的社會部門的倡議之下 它去施加壓力去給像Gmail 像Harmail這些大公司 讓這些大公司都加上一個按鈕 就是一個標示為垃圾詐騙郵件的這個按鈕 你一按了的話 它就從你的收件夾 碰到你的垃圾郵件資料夾 而且你願意把這封信捐出來 捐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到一個國際的組織 叫Spanhouse 它會去看這個發信的人 發信的這個路径 當它發給第100個人的時候 假設裡面有50個人 都說這是詐騙垃圾郵件 那麼到它101個人的時候 它那封信就會直接掉到垃圾郵件資料夾 就不會進入收件夾了 但是呢你說有沒有侵害言論自由呢 它一定程度有侵害言論自由 因為它想要基這封詐騙信的自由 受到的阻礙 有沒有下架呢 可能沒有下架 因為它是被移到垃圾郵件資料夾 你如果時間太多去看一下 也許看到一點風是搞錯的 那你可以把它救回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權力集固集中在政府 這個垃圾郵件 它也是一種通訊嘛 它也受秘密通訊的保障 政府不應該來肯定的郵件 第二方面 它也是按照大家的舉報 它也不是按照 好比像說Gmail不喜歡一個國家 就讓那個國家 根本不能記性 也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它是用社會部門的方式 來保有自主權 所以這個在台灣是一個 很成功運行過一次 在垃圾郵件 詐騙郵件這件事情上面的模式 當然有很多別的 像什麼Whoscow之類 我就不再舉例了 因為我剛剛答應過 不要走過20分鐘的 對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做法呢 就是說 我們請所有相當於 當年華沒有等等的平台 也就是包含 Facebook Google嘛 Line嘛 PTT啊 Yahoo啊等等這些朋友們 他們一起簽了一個叫做 不實訊息防治的業者自律實踐準則 那這是一份兩頁的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呢定義了他們認為的不實訊息是什麼 然後也認為說他們不應該受到政府迫使 僅是因為合法訊息被認為不實 就讓其他人無法收取或刪除 他們是想要抵擋政府 但是呢反過來講 他們也希望結合台灣民間的力量 這個就是剛才所講的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或者Michael Penn啊等等的這些社區 那在這些都是非營利為目的嘛 我們是犯襯社會部門嘛 那這些朋友們的努力之下 去幫助這些平台來知道說 到底哪些是相當於垃圾郵件 哪些相當於不是垃圾郵件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以使用者作為中心 以社會部門作為中心 那當然政府不是什麼都沒有做 政府大概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在做媒體的這個能力的燃養 就是我們叫做Competence 媒體素養的培養 這個呢在我們的教育部裡面 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它就是去讓所有人 在小學一年級開始 就用我們新課剛所謂素養教育嘛 來學習怎麼樣當一個媒體人 這樣子的素養 我們的目的是說 因為每一個小孩 他拿著手機就可以直播了 他已經不是以前 有閒電視那個時候的什麼樂聽大眾 他本身都是製作人 任何人他按一個鍵就開始直播 所以我們應該要教他的呢 就是不是只是去看說哪些來源好 而是說你自己在報導的時候 你要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報導 你要做實時的查證 你要給各方有這個一樣的 這個發言的空間 總之一個媒體 製作人需要學的這些素養 我們都要放在我們的基本的教育裡面 所以這個主要是教育部在負責 那他們也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是叫做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 這樣子一個網站 這是我們做的第一件事 我們做的第二件事情 這個爭議呢就稍微比較大一點 這個呢就是我們叫做民營工程 民營工程 民營工程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現在以海巡俗還會回首 包含內政部啊財政部啊教育部啊 等等的這些小編們 現在都非常的優格 他們會做出一些讓人看了忍不住 就想要分享的東西 那這是所謂的民營工程團隊 那意思就是說呢 要以222原則 就是說在所有這個不實的資訊 開始傳播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200個字以內 用20個字的一個小的標題 200字以內的內文 用兩張這種梗圖 讓人忍不住想要分享 我們的澄清訊息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希望讓正確信息 至少我們角度看起來的 正確訊息的傳播 不是靠著我們讓別人下架 而是讓要平衡報道的第三方的媒體啊等等 能夠在看到不實的訊息的時候 同時也看到我們這邊的澄清訊息 如果我們像以前發新聞稿 看記者會 這個都是過了8個小時 16個小時 那就已經來不及了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非常快速的情況下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那最後就是說 其實這個呢 也是呼應我們去年啊 聯合國秘書長 有召集一個叫做高階數位合作的專家小組 他們處理這個問題之後 發表了一個宣言 叫做數位互賴宣言 互賴就是interdependence 就是大家的互相依賴 那這個宣言裡面呢 強調說要建立一個分散式 但是又可以共同治理的架構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簡稱co-gov 那所以在世衛時代的這個民主生態系裡面呢 我們政府 企業 人民 就是要互相依賴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把絕大部分的權力 放在社會部門 這樣子才有可能抵禦 不實訊息的這個侵蝕 而且呢也讓正統的這種正常政治 可以被這樣的東西加強 而不是說好像被這樣的東西做私利 所以我在行政院裡面協助的 大概就是剛剛的這些原則 我會去跟這些跨國的公司 去進行商討 他們簽的那個準則的字樣等等 我們會一起來討論 但是剛剛那個梗圖啊 2222原則啊 這些東西 大概主要是我們的發言人 ULASCODATA發言人 跟各部會的新聞傳播群組 在負責 那剛才講到的法治 這些層面的判斷 主要是我們羅秉承政委在負責 大概是不是在這樣子的分工 好 但是我花了18分鐘應該還好 好 大家也感謝 我看正委把我們目前的網際網路 這部分的新聞的我們的智序管理 對 我們做了也算是相當清楚 未來我們可能會針對說 那麼這個社會部門主打管理言論智序 到底哪一部分可以再加強改善 我想未來我們再來研究 如果還有比較更detail的事情 我們再進一步跟正委再來請教 感謝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就開始 我們基本上要有幾個問題 請正委能夠來跟他們做一個比較直接正面的互動 所以就請吳老師 吳老師你就開始吧 好 那麼我們有七個主要的問題 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由我跟韓廷來向正委請教 第一個就是我們今天是以這個假訊息為主 第一個我們要先認識 我們現在有共識 什麼叫做假訊息 還有誰認定這個是假訊息 我想這是應該第一個的疑問 那剛剛有人提起 尤其這次我們 代引我們 其實民主自由第一步就是言論自由 其實我也跟隨這個 吳先生 其實還有一些更共同的前輩 當年也曾經參與一部 我們前一陣言論自由日是紀念鄭安寧先生 鄭先生其實是我們同輩 大家走得比較早 會以為是我們的前輩 其實是我們同輩 我們紀念他 他主張的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麼如果是我們用他的定義的話 剛剛您舉一個例子 這個放假新聞也是自由 那麼是屬於他的定義 是他主張的定義 那麼實際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誤會還是操作 這個現在常把鄭先生 這個視為 把他的言論者狹窄的定義 到主張台獨的自由 其實不是的 他是真正的百分之百 他自己編的書 有人上去投稿主張統一 他並沒有因為我主張台獨 所以我就 你投統一 我要把你反應 他並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 不要誤會鄭安寧先生 他變得好像一個 為了某種獨特利益的一個代言 不是 他是一個真的 去實踐 百分之百 那麼也就是說 對他來講 就沒有假訊息這個東西 是百分之百 但老實講 我個人實際上講 哎呀 我沒有南宗那個豪情 我沒有他那個豪情 他主張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錢財裡邊 比較主張的是 不違法的言論史 你看 只要並沒有違背 對 並沒有違背 我們違憲違法 因為這個 我們其實這個 這個 在我們當年法律 我們現法是保障的 在法院的時候 其實有個弄罪 那他其實是有限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並不很贊成 我們也希望少用 而且歷任總統 除了意外之外 也沒有人用過 那就是色違法的謠言罪 也就是大多數的總統 也不用那個東西 我想各界總統 你當了民主政府的總統 被罵到臭頭 我們歷任每一任總統 都是這樣 這是不分黨籍 都是這樣 但是絕大部分的總統 我有注意到 除了一位之外 從來沒有 在其他中國 都沒有用過 社會法來辦的 也就是說 這個 這一個 也是我們台灣人 都走到今天 我覺得相容不錯 就是說 因為他是基於一個 並不是非常符合法制的 我們講是違隱法法的 一個尾巴的 一個射違法的 一個射違法的謠言罪 那其實我們並不主張 用這個東西 但是誹謗罪 那我們覺得 這是符合法律的 所以就是說 不違法 至少你要不違背 你純心去 誹謗別人 純心去攻擊別人 這是不對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說 只要你不違法 我們這個言論自由 那麼我們為什麼有這個看法 讓我們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代司法的觀念 非常重要 凡是限制到人民 身體自由 言論自由 財產自由 不得由個人 不得由行政機關去決定 一定要經由司法任務 因為司法有它的一個程序 我們看的也許比較緩慢 比較好像不耐煩 但那是保障 我們民主法制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這一點 我們大概要跟這個 徵求你一下 我們尊敬 鄭先生 但是我們並沒有要求 他百分之百 但我們要求 至少是要不違法的一個 這個行政自由 那麼也就是說 你真正要認定 假訊息的話 是應該是要經過司法機關 當事人 我確實受到這個東西了 然後司法調查之後 確實是如此 用這個是假訊息 但是我們現在來講 在我們網路世界中 其實你剛講的一句話 我其實覺得聽得很開心 我覺得假設我們做到的話 這其實我們台灣就 你剛介紹過幾個國家的模式 為最好模式 就是我們講這個問題 我們努力澄清 但我們不下架別人 這是你剛講的一句話 但抱歉 我們的實況是一天到晚下架 下架非常的嚴重 而且是不明理由 你還不知道為什麼被罰 還有對人不對勢 你被盯上了以後 我今天來彈個日本劇都不行 我來彈個古典音樂都不行 事實上是跟你的期待 是相反 你講的 我覺得對 這就是說 只要在不違法的狀態之中 你對我誤解 那我一定要盡我全力來跟你解釋 我不是這樣子 而不是 你不准講話 在目前的網路實況上 我們要來看的一些事情 事實上 與正美的期待是相反 你講的主要是臉書平台 臉書 臉書 臉書是網路的一個小部分 對對對 但是其實你剛才講 在各平台 我們在後面有個問題 就是到底哪 但是我們所注意到的 只有臉書 密切地在 嚴厲地在執行這個事 所以我們在雙頭踏繩裡頭自派 這個是一個網路普及的事情 我自己在看 Google底下 我就覺得它很少去干涉 Google系統 我們自己最常用推推 推推相對上也比較好 對 就並沒有那麼 就是說 我講的已經在實質上 就是限制到 那我其實這個 在這麼以前的各種問題 我也有看到 就是說有主張說 跟這個 跟這個 臉書的關係 這詩詩契約嘛 但這個講上去就很難聽 為什麼 你愛來不來 你不喜歡 你不要用 但其實我想這也不是 也不是臉書 臉書是個商業平台 它也不會有這種想法 對不對 你所有實用者都沒了 那你如何存活呢 所以 使用者跟平台應該是一個 相互 相互 共同成長的關係 對不對 而不是一個 被限制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 就是說我們這個看法 就是說 在這個 如果是基於 王樂園的 如果是基於 施契約的限制 那施契約限制 對 就是說 你這個 你不希望我們在 你要公開講清楚 公開 還有一個 具體 你不能說 臉書沒講 人就講 不得假新聞 不得不當言論 什麼叫不得 假新聞是什麼東西 你認定 具體的是什麼東西 不當言論是什麼東西 我講 寫蝴蝶音樂線也被禁 寫日本劇也被禁 寫日本劇也被禁 那你到底禁的原則是什麼 我們當然會舉個例子 是你前天打電話跟我講 你叫我今天要帶來 我待會兒有帶來 生例子 人家要帶來 所以啊 還有另外一個 假訊息之地 必須具備思法可預測性 思法可預測性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我們剛有講 我們剛看那個圖 有三區塊 第一區塊 我們來講 我們身為 這個 多元花園中的水果之一 我們並不喜歡 假新聞 我們更不要去做 做壞水果 但是目前的實況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 莫名其妙地被 誤認為壞水果 沒有理由 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不想去 假設有 犯行這個字 我們不希望有犯行 我們人命 並不想去做犯行 但是我現在根本不知道 這個犯行是什麼東西 而且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可能會連續的 不斷地在這做 所以我說 治國很重要的 我不要說 哇 你人民不聽我就 殺 殺 這不叫治國 治國最搞的就是 沒有一個人民會去做 在此 所以我是覺得 當前的實況 就是 柔其 演出 必須要講的 非常的嚴峻 就是說 在各種風景 如今 當我們還有新的問題 我甚至在擔心 是不是 你有 像你剛剛講的 你的好的想法 人類就常常有了 人類好的動機 但是 因為做法的不同 造成完全相反的結果 所以我們待會兒 會繼續的例子來看 第一個問題 就是 希望我們在講下去之前 希望我們跟我們 獲得 是不是有這個共識 就是說 我們不去追求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要保障 不違法的言論自由 然後 真正違法的 應該是由司法認定 如果是私人契約的話 如果是私人契約的話 我們主張要鼓勵 比如說 要把你的這個 對人民的 對使用者的限制 與其做了什麼事情的 對應關係 要講得很清楚 很具體 這是我希望 是不是第一個問題 在這個共識上 我們接下去 就比較容易順利進行 請 我想 如果去國內的平台 比想說PTT的話 我想不違法的言論自由 我想 這是他們最主要的 一個判斷的標準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 跨國的平台 更難就是說 它的平台在一個管轄領域 發訊息的在一個管轄領域 而接受訊息的 在另外一個管轄領域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 這裡講的不違法 到底是不違法 這三個管轄領域的 哪一個法 這個可能就是 要探討的一件事情 這個詞其一 那第二個是說 剛才在講說 不違法 其實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說 我就顯示的事實或情況 我不能辨別該行為為違法 好比像說LINE 它一向主張說 它只知道你貼了哪些貼圖 它不知道你傳了哪些訊息 那你寫的文字 LINE的公司呢 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叫做點對點的加密 那這個情況之下 你很可能 你LINE傳送的這些東西 是確實違法的 但是呢 LINE因為它說 它主張它都不知道 在它四副級上的都是加密的 所以這個時候 它按照實際的情況 它不能辨別為違法 這個時候它就主張說 我不負賠償責任 我這個即使你違法了 我還是有言論自由等等 因為它不能知道 你是不是違法 它只是把加密的訊息 在那邊去進行傳播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即時的澄清 透過像趨勢科技 他們有一個叫Dr.Message 等等的這些機器人 它最多能做的就是 在LINE群組裡面 即時的去把剛剛那個澄清的圖卡 趕快第一時間告訴你說 你剛剛寫了這一份 但是那其實是詐騙啊 其實實情是這樣 那即使是像我們165版 詐騙專線 也沒有辦法去要求LINE說 你把那個訊息刪掉 原來會主張 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學習違法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 趕快即時加一個說 你不要真的匯錢過去啊 匯錢過去是沒有用的 等等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下 要先續命啊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在縱使是說它是公開的 好比像說全財論壇 這是個公開的平臺嘛 不特定人可以接取職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這個論壇 現在有人上來 他PO了一則很明顯 非常明顯是違法的 好比像說兒子 兒少的性伯學 這一類的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呢 您剛剛的意思是說 難道要等到法官判決 它確實是兒少性伯學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我們才能夠去把它 隱藏起來嗎 還是說臉書 他應該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驗算法的判斷 就是當他發現說 這個兒少性伯學 是之前已經有人 貼過的兒少性伯學 的例子之一的時候 他就可以先行 把它隱藏起來 然後他經過一個 申訴程序 再把它恢復 那這個呢 因為臉書會覺得說 我如果沒有第一時間移除 讓其他人無法截取職 他好像會變成類似 連坐這樣的感覺 他要負連帶的責任的 那這個是現在國際上面 爭議最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違法 剛才老師說 要保留到法院來做判斷 我並不反對 這是一個很正確 就是最後他救濟程序 一定要走到法院 但是他能不能夠暫時 進行處理 如果能的話 要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那影響大概怎樣回答 那我覺得 基本上來講 這部分 應該共產存在 你剛講的問題 其實我們後面 馬上就有一個例子 來做一些建議 就是我們這個適當的建議 剛好一個就是 跟你講 很有興趣 有關的一個例子 其實你剛講的 就是說都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這些東西 應該要及時處理 但是前提就是 我們現在可能 遇到大部分 是模糊的 或者說是根本是沒有問題的 根本不是的 對 這個才是 什麼沙灘的照片 一大堆人檢舉說 而是要性剝削 這種的狀況 對 其實跟當年講 他現在有成立 網軍組織 或者什麼樣子 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待會後面 是會有一個建議的 那麼這個 然後後來又怎麼樣 所以說 這個基本的道理 就是說 你真正的罪行的時候 應該是有法人認定 這個我們先取共識 那麼 失去的所產生的限制 這個 我們現在 第一題是原則 我們現在要去幾個 那麼馬上就要請他 可能就會進入到 幾個比較具體的例證 來討論 請 常委員您好 您好 您好 您知道現在講訊息 是由查核中心認定 還有沒有 對 政派媒體個人呢 都非常歡迎這樣的協助 是 對 我們知道查核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 所以很感謝政府呢 幫我們減輕了許多查核 政府不擔 不是我們 是他們的捐助者 政府不能捐持查核中心的 會拒絕 那可能政府會捐 但是呢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在FB方面 有發生判斷錯誤的狀況 在查核中心方面 也有 現在狀況是不能申訴 一審定驗 那其中有許多值得去商榷的案例 那例子很多 就以我們社團為例 向大家報告 現在請吳老師幫我們說明 因為我在這個社團中 帶著服務員 服務員 所以有的時候 就會把一些印象深鮮明的案子 而記得了 那這個第一個 其實就剛好就是 這個 我再講 我們的前提還是 感謝 推動 比如這MXB呢 還有這支雙頭大神 他就幫我們解問題 但問題是 同時 他吃錯很多的人 這個水果 那麼 這個FB呢 他很多都是機器人管理的 其實FB 剛剛你講到 我忘了一個問題 因為你也講到 有三個管轄權 所以我一直很想 所以我們為什麼希望 剛剛那個同學講 希望我們今天的會議 不是結束是開始 因為我真的是很想要了解一下 FB在其他國家的進行的狀況 那麼 像你剛才講 三個管轄權問題 我覺得 你不討論 就永遠問題在那 在討論之後 我們至少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快去 我們這個地區 怎麼來處理 我們就取得一個想法 好 那麼在這裡的時候 就是說 FB 基本上 我們理解 機器人審查 或者AI審查 那麼 會發生錯誤 在這個情況 當然 你看 你剛才才再講一個 這個 這個 這一天 我們一天之論 被罰了三次 但老實講 這三個 我都是覺得 值得商缺的 第一個 這一張 實際上 是阿德漫畫 阿德漫畫 阿德漫畫 是一張漫畫 是跟樓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但在這個 我們知道 漫畫家 尤其帶點這個 十四漫畫 他都是有一點諷刺性 當然 但是在我們民主啊 長久了以後 也已經知道 就是這個 諷刺漫畫 他一定是有一點諷刺性 當然 他在諷刺的是 我們這個 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既然諷刺 就 這可能不同的人看 但是要很有文化素養的人 哈哈 因為這是一個常態 因為在美國 已經百年以來 但是總之他沒有了 他總之他漫畫 完全是沒有了 但是 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會引起聯想 就是說 會引起聯想 為什麼要罰他 他明明不是 他明明不是陋路 為什麼要去罰他 然後他的內容 剛好是 總是一個政治人物 會不會有這個關係 會有這個聯想 就是說 明知他不是 那麼 我們 像我對 因為我自己叫執管 我對執管有點理解 所以我可以想 這可能是 即使人辨識 錯誤 但是對很多人可能 就會認為 這是因為政治遺憾 而被弄 而且偏巧 叫接下去那一則 接下去那一則 兩則是被 因為四四查二中心的報告來罰的 這一則是什麼呢 第一則是什麼呢 第一則是 美國有一家外交雜誌 刊出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也是對我們 一位政治人物 有所批評的 是這個有所批評 這批評就不是個好的事情 那麼 這篇文章只是講 但是因為這個外交雜誌 也算是一個有名望的雜誌 所以有出這個文章 當然也會引起一般知識分數也是一樣的 結果這查一則應該給他判決他一個錯誤 說他不是色論 所以呢 這個是這個部分錯誤消息 因為部分錯誤所以就要罰我們 但問題是 轉在這裡的時候 從頭到尾 從標題到內文 沒有講他是色論的 根本沒有一個字在講他是色論的 也就是說 你沒有講色論 然後我說 你講是色論 所以錯 這是一個事實 等於他主張他是一個投書 對 但是他全文沒有講說他是色論 所以 所以這個時候 我還是以一個理解的心情來講 我多可能會講 我怕別的讀者 你們看見這篇文章 以為這是色論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 這不是色論 這只是一個投書 但問題他沒有講他是色論 對不對 所以你用這個情況來講 錯 到底錯在哪裡 我沒有講的話 你把它塞到我嘴裡 然後說你錯 所以 我說我從理解的心情 他是很害怕 你們讀者以為 他不是這個 我要告訴你 所以這個 我是認為 其實剛剛也講說 你這個 這個審判標準 不應該 只有對或錯 然後因為你只要寫 其實部分錯 不就是部分對嗎 那這個部分對 那你為什麼 就要以部分錯 我要來罰你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剛才提到一個 對 其實他是一個 個人 我們好像說 他其實是一個 他的資源 能力 我知道他好像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對這個 誤判是有問題的 讓他出來看 對 所以像你剛才講的 其實像這一個 我也直接寫信去問過他 因為我做過記者 所以我覺得 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問當事人 所以我有寫信去問過他 就是他是個人工作法 那他在這麼沒有資源的狀容之下 他遇到這個事情 他提醒 武衝 他沒有說你錯 也沒有因為說你錯 所以我要罰你 他是說武衝 對 所以 所以 也因為他沒有說你錯 所以也不會因為 我認定你錯 所以我要罰你 就是我們這一個 所以你就是說 這一個 你假設從一個 比較激烈的人來講 你這就是栽贓 這個人性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 避免這種事情 對不對 因為我根本 從頭到尾沒有講 這個是社會 是你講的 然後你講我 我是錯 對不對 所以 Michael Pinn這種處理 我覺得他以一個個人 他沒有組織 沒有資源 他都能夠注意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們各位要注意 雖然有登這篇文章 他不是社論 他只是個投書 只是一個專家評論而已 對不對 你講這個 而且不要 就祭出 不分錯誤 然後FB就用你這個裁決 也不問你 就給你處罰了 再加上 你們注意到 剛好這一篇 講的這個 跟上面那個 漫畫 是同一個 是同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 你就說 這個叫巧合 對 我老實講 這 我還算是開明的 我可以理解 這是一個巧合 對 但就人性來講 第一個 明明是漫畫 然後你說 然後你告我這個龍路 這是批評某一個政治人物 第二 明明他沒有說 你是摘他說 那又是同一個批評人物 是的 很容易人想 厚 你隻黑手 就是那個政治人物 也許這個人物 也許他根本不知道 也許他根本不知道 但是 這個系統 就造成這個結果 然後這個結果 你不去改善 然後 反應了 你也沒有更正 FB也沒有引起說 抱歉 弄錯 這個事情 我反應過 我把這個阿德曼畫 搞成這個羅弄 但是 合情合理 你搞錯了 是不是應該講我搞錯 對不對 也沒有說他搞錯 我對你的處分周圍 而且好像 去深處下 他會跟你加重處分 因為我就注意到一個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不是 也許 就是接著 就是被處罰的 馬上又增加 會發生這種情勢 那這個時候 就一般人來講 就會覺得你背後有黑手 對不對 這是同一天發生的 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也是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 校園毒品 校園毒品 有個人說 這個校園毒品 五克 這個 這個準許五克太高了 他說 錯 但是 我是覺得 這種 評論型的東西 應列為 不屬查核事項 事實是什麼 他五克有沒有講對 他假設說 現在通過的是 十克 那這個就叫錯 因為我們 立法通過 可以容許五克 對不對 所以他講五克並沒有錯 只是說他認為這個 太高了 不過他是寫擁有 我們法令施法的販賣 其實這一點上是不同 那是不同 那是 他是有 其實這條 他有分幾條 如果真要我們 我們今天講這條 其實我還希望 我們建議有一個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一般 我怕把這個調查來看 太細節了 其他事實分開來講 他其中一項 就是講這個 是多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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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賣跟那個 擁有那一條 我是同意的 我沒有寫在這裡 我沒有寫在這裡 但是他寫了一個 五克是 五克並沒有高 我覺得你不要去評 在評 到底是多還是少 到底是少 而且呢 他對 整治會主張零嘛 那五克對零的 本來就是多嘛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只准對水筆 我對他的指章買筆 我五克是比較多 這是一個事實嘛 所以我認為 這種比來比去的東西 你不應該來去做一個查核認定 你這個叫真還假 他們當時應該是對放寬這兩個字 而不是對克的這個數字 對 我是覺得對克 反而比較實際 對 但是 放寬與否 你覺得是個人的認定 我審次會認為就是零 理解 那你還是要主 那你不是就把我的主張放寬了嗎 理解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屬於這種比來比去的這個東西 這叫非查核事項 你叫事實查核中心 不叫比較評論查核中心 對不對 所以這種 你認為多 我認為少 你認為放寬 我認為嚴謹 這個你們各自陳述 你們各自陳述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 這是我認為就是言論自由 你認為是放寬 你認為是縮緊 你們各講 你認為放寬理由 你講縮緊的理由 你不能站在這邊 他對他錯 為什麼 為什麼呢 那部分我想 我們回到原來的字 它是說 拔處罰標準放寬 是這七個字 拔處罰標準放寬 因為 有不同的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有興趣 我們現在就把這題 專題拿出來討論 不是這樣 這個 就是說 這個 因為它的各種貼文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SB 它有一個大字貼文 是有限制 所以沒有講得很清楚 其實是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呢 這個 這個東西 就說 不論你怎麼來說 屬於這種比較 多多少少的 應該要列為 我剛剛有講 灰色地帶的時候 凡是屬於比較多多少少 最好不要去介入 而且 它明明 而且這裡頭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也覺得是事實的部分 就是說 那者的評委 他顯然知道 主張 臨的是這個神智慧 神智慧也沒有奪裁 也沒有消失 那神智慧是不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你應該要問神智慧本人呢 結果 怎麼去找了兩個當事人說 啊 我覺得神智慧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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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 我們 我跟你們說 記者俗稱 我們很重要 就是詢問當事人 詢問當事人 所以你對於這個事件的認知 應該是詢問當事人 不應該是詢問這個無關人 對 而且你在選擇無關人 這個無關人 是不是本來就有定見 是不是本來就是反智智慧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叫別人去解釋一個存在的人的意義 我覺得這是不當的 所以我同一天被罰三次 那這三個我都覺得 第一個是明顯錯誤 第二個也是事實錯誤 第三個 就是說 在這裡頭 這裡頭 這裡頭就是說 我剛剛講 這裡頭 我剛剛講的 詞有跟那個 我沒有寫在這裡 因為那個我是認同他 這詞有跟 半脈是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另外兩件事情 另一個 就是比較性的東西 我跟誰去比 我在有限文字中 我可能沒有辦法交代得那麼清楚 你不應該去裁決 原本是個實嘛 他變成無嘛 然後他的 神智慧老師主張是零嘛 所以你跟誰比嘛 對那如果都不加主詞 當然一般是跟原有的條文比啦 這是一般的 那假如我是神智慧 但是如果我其實沒有加一個主詞 就要不要說 神委員的提案 而是方款等等 那我也同意 那個是應該要去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他是知道 因為他裡頭有特別講到神智慧 所以他不是說 他不知道主詞是誰 因為他裡頭 特別有講到神智慧 然後找了兩個人去訪問神智慧 不是訪問神智慧 去解釋神智慧 對因為如果你看他的長和報告 第2、3、5的話 他三則裡面 只有兩則 不對 只有一則有提到神智慧 其他都沒有提到 但他應該要去 講神智慧是 應該要去 應該要去問神智慧 而不是因為 我們這個被三個 叫要罰的我們心服口服 我看是很困難 對不對 我想 這個假設 像鄭偉 你假設因為這三件事情被罰 你也要 你也 你也 不會 完事 對不對 這個問題丟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說 這事實上是有錯誤 而且這個 我們前兩年 在這個通訊 鄭偉 這是你主動發現的 FB的翻譯機 而且他不是翻譯一個 非常困難 像我剛才講 MB的 很激少的 很激少的字 他是翻譯數字 他把這個三萬翻成三十萬字 這個錯誤的詞倍 這太很重 習慣上面的 comma 數字的 comma 習慣不異 不不不 他不是 comma 他就是翻錯誤 他是寫三十k了 不是三十k 他就是翻錯誤 那麽也就是說 這個是鄭偉也發現的 這主動這個發現 然後 那則的新聞 偏偏又是接受到 重大的傷痛事件 死亡人數 所以你把死亡人數 莫名其妙增加十倍 這個假新聞很嚴重 非常嚴重 這是你FB造假新聞 所以你有看 我看見那則 我底下寫 本則評審 我評了一個月 晚上落步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們評議至少要花一天功夫 但是花到一個月的 就是這個 因為我心裡在想 為什麼有人要做這種假新聞 結果不是人做的 結果是在FB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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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我們也要翻 假新聞 尤其碰到這種事情 我不願意一下子就過悔 我就說 這我想了一個月 到底怎麼做這事情,最後發現最後是FB。 所以,這一個再次提醒,我們待會最後會講幾個期望。 一個就是,一定期望要跟FB溝通。 我不認為他是故意,但你真的是疏忽了。 然後呢,這些問題是可解決的。 我猜你也想改善,讓我們有個溝通機會來改善。 還有這個很好玩,這是前天昨天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打算要做的海報,要讓網友知道這件事情。 我要發這個海報,馬上就被淨發這張海報。 這海報錯在哪裡? 可能也是他的圖形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他沒有理由。 有老師跟我講,我馬上測試。 國安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對,對是對人不對私。 對對,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正要在討論言論自由會議的前夕,結果就來封我們的海報。 不是很好,分你的帳號。 但結果,實際上,實際上委員。 我看到也有朋友分享了。 其實是不是,別人分享似乎沒有問題。 我講,可能是巧合了。 但是,是不是相當尷尬。 討論言論自由的東西被封掉,是不是很反封呢? 。 同時,我們待會還要再談。 同時出現了散銷的生技線。 這點,待會好像是他的部分,要再談。 這次事先提出來。 就是說,現在FB的限制,加了很多字體散銷。 散銷就是,你點到這個文章,一看就散掉。 其實你可以演示一下,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情況。 對嗎? 待會我們在這裡做一個截圖了。 這個截圖更是顯示叫無影膠。 無影膠是什麼? 我把這個王子打下去以後,底下的空盤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散銷體式以後,你會身體成無影膠,甚至看都看不到。 但別人大概是正常的。 別人也看不到。 在這裡的東西,其實今天我們就比較談一個大的原則。 所以我希望我們有後續。 其實我也做執管,除了從Recursive Analysis, 我有點發現它好像是建立的。 它不是對一些人建立的一些黑名單。 不想用這個字。 但是事實是如此。 然後它包括作者黑名單,閱讀者黑名單。 然後,如果本來就是跟你好像不給你看。 跟你一做,它就不給你看。 好像是有產生的。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被散銷。 並不是每個作者都會被散銷。 但是它會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讀者會產生散銷。 因為我看你們有一個建立的活動。 它我開啊、點貼文啊什麼的,都是正常的。 然後,你沒有在黑名單上。 你沒有在黑名單上。 你沒有在黑名單上。 你喊你很好啊,你沒有在黑名單上。 你沒有在黑名單上。 但我為什麼會在黑名單上? 我老實講,我非常的不容易理解。 因為我跟各位的談話。 我都平常報導說, 我們藍綠並令,黑百分之0。 以一個這種主張的人被搞上黑名單, 我實在是很難以理解。 但是還有,你剛剛有提到, 還有,可能是網軍的問題。 但這個也是必須要處理的。 像這個馬上就是網軍的問題。 這個FB雖然有反應的功能, 但非常誠實地叫,效果盡於領。 就是都是機器人在看。 對,效果盡於領。 這個例來講, 包括一個感謝這個, 感謝這個政委。 為什麼? 因為我五年以前, 我沒有去怪FB。 我沒有怪FB。 我認為FB把我的實名拿掉。 不是FB要買, 應該是它的機器人去操作。 於這個量子, 有多少人檢舉你, 一千人檢舉你。 那它的答案就是, 你是設定那個結論嘛。 反正你來,我就是它。 所以你看, 我其實在五年前, 我就沒有認定是FB。 我認為是網軍。 也就是說, 它那個數字一直不公布, 我也希望FB公布。 就是多少人檢舉, 你就會做。 因為我發現一件很諷刺的事情。 政結連環殺人的時候, 可能有心理變態的人。 這個馬上成立一個政結粉絲。 我從來不去檢舉別人, 因為我是言論自由主義者。 我認為, 我剛才講的違反法律, 主張殺人是違反法律。 主張殺人, 主張暴力是違反法律。 所以我一生中只檢舉過一次。 就是因為你主張, 因為政結本來是說, 殺越多越好。 鼓勵殺, 我們出獄更多人出來殺。 這個政結本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講的違反法。 所以我去舉一個。 但是, 從那個例子中, 我就覺得, FB真的要好好討論它這個政策。 為什麼? 然後我就接到一個, 你在這個亂檢舉, 我們會封你帳號。 我去檢舉, 我一生都為虛是檢舉。 這反應什麼? 檢舉的人很少。 他可能有一個數字, 他沒講。 可能五十封以下, 他就認為你是亂檢舉。 一千封以上, 他就以為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的數字是亂講。 我一直希望他告訴我, 你的數字是什麼。 然後我們來跟你討論怎麼樣。 所以, 這個可能我就是在他設定。 但你也可以想出正常人, 你也可以想出正常人的行為。 老實講, 人類行為結構會主動去做檢舉, 並不是很多。 那麼, 我會得到這個就是, 因為我對言論自由重視很重。 然後我認為殺人, 主張殺人不是言論自由。 所以我才去做這件事情。 我別的也沒做過。 但我被反而收到, 你亂, 你如果隨便亂講, 我們會自止你。 那麼, 意思就是說, 很少人去檢舉。 那意思就是, 這也就證明, 人一般的現象不會去檢舉。 同時, 可推理。 不是絕對。 這個但是, 即使FB的數字, 可以告訴我們, 是不是真的。 去檢舉的, 有高比例是網軍。 那其實, 等於是說, 大家約定好了些。 不見得是約定。 因為我已經查出來, 因為我也是研究這個。 而且, 你好像知道, 我有做Google排行網實驗。 我也在這個, 一般人講, 這個演算法是專有名詞, 其實它就這個排序規則。 我也是有一些, 排序規則, 分類規則。 所以, 你也看過, 我也是有一些, 算是獨特的研究成果。 所以, 我並不是, 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 如果FB真的願意跟我談, 我可以告訴你的脆弱點, 可能是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分辨得出網軍, 但你沒有去分辨。 也就是說, 我剛這個例子也在講說, 會, 因為這個網軍有很多, 其實是,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洋甲帳號。 洋甲帳號, 那有的時候, 這個, 乾脆使用機器人來控制帳號。 但是這個, 你有沒有辦法辨識, 其實, 就是大家要比技術。 但我是覺得, FB在這裡, 在辨識網軍上, 其實是做了一個相反示範。 是做一個相反示範。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這個, 我五年反應過五十次。 就是他每次封我, 一次我就去提一次。 結果他從來沒有回過我一篇, 回過一篇, 結果不如你上次看, 你只給他提了一篇。 因為你邀請他來, 因為他看到你的頭像, 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就講了一句, 說這個頭像講的是這個。 我全部就是, 邀請韓的時候, 用英文提了一句, 那我也有給老師看過。 對。 所以那個機器人在判斷的那個錯誤, 應該找機會再可以稍微調整。 所以我就說, 這是一個事實。 反應五年反應超過五十次, 不如你一去關切。 不過這也是你邀他, 你如果不邀他, 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但是這一個也就是說, 大家都尊重正偉。 所以我也希望, 我們今天剛剛在講, 不要是個結束, 是要開通。 我們能夠繼續往下去, 把這些問題是存在的, 讓我們認為是可解決的。 而不要大家都不解決, 然後就是我認為你是故意害我, 然後我認為你就是故意搗蛋。 雙方都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問題確實是存在。 我們要解決。 您這個頭像就證明問題。 而且這個頭像就是說明, 其實也代表我並沒有認定, 是你FB在整我。 而我認為我是被整我的是網軍。 但是你FB, 其實這是又是你的責任, 又是你的榮譽, 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應該是解決問題。 所以, 我們來講, 我可以理解是管理機器人, 甚至可能還有一點CRM。 CRM, 你跟網友解釋一下, 客戶管理關係。 客戶管理關係。 各個公司的文化不一樣。 那麼這個, 我回應五十次, 一次我反應五十次回答都沒有。 其實多少是一個CRM的指標。 所以, 我這個來講, 我可以去從寬理解。 但是我們來講, 一般的人性, 我們來講, 叫機遇成怨。 這個, 我都不覺得我是聖人。 這個, 我這鬱悶很久了以後, 你終於會引起民怨。 當然。 你就是不理會我。 機遇成久, 一定會成怨。 我這才講。 那麼, 這個, 被網軍陷害, 應該處理網軍。 而不是因為網軍佔有量的優勢。 因為網軍佔有量的優勢。 所以他佔有優勢, 就會變成什麼? 持續傷害家, 受害人。 就像我在一直被, 一直被這個。 其實好多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網友就說, 你應該是被檢舉了。 然後呢, 很多人就跟我說, 你看, 前那裡頭有好多間隙。 其實我看一看, 我也覺得, 在這個情況證據上, 可能是清晰。 但是, 全采是言論自由論談。 我們不隨便講, 人家是網軍。 雖然在情況證據上, 其實有不少人跟我講, 誰就是這個。 或者說, 請你要給我具體證據。 否則我的論談是主張言論自由的。 我不能因為沒有明確證據, 我就把你幹掉。 這是我說話, 我就要做到。 今天還有一個, 你們可能有在這個, 我們詩群中大家看到, 老夫的管理方式實在不好。 但我的管理方式就是, 我做我講的事。 言論自由就是言論自由, 我不會認定你是什麼, 然後我就不, 我就敬你。 那這是我們跟別人一樣。 所以我的全采, 可能是當年少數唯一, 藍綠各色都可以存活的地方。 但也是基於我, 言論自由。 好, 這些問題, 我們以上所有講的問題, 其實, 你假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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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VE, 願意用, 一個, 別人開始, 我要再跟那個, 網友, 可能有廣漢網友沒有注意, 在我們這個, 軟體設計上, 都有經過兩個測試。 別人開始, 就是我們的使用者測試。 其實我們可以當你的別人開始, 我剛才講, 改善你的系統, 是你的榮譽, 也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會要能發展下去。 像這底下, 就是一個我回應的一個例證, 我都沒有去怪它, 我都還是說, 你要罰我, 你要告訴我原因。 而且, 要應該把所有原因要講清楚。 然後, 這個, 你要罰我, 應該不是為了要我少用它, 而是希望我不要去做哪些事。 你要告訴我以後, 我就以後不做了。 也就是說, 我還人目的, 還是我剛才舉的那個, 治國不是要把人命殺光, 而是要根本不殺人命。 有一天我做到, 大家都沒有犯錯, 都不用擔。 這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好, 來, 請你這個, 對於我們第二問題, 你可能希望, 這個, 要給他, 房政委約, 對對對, 請你這個, 給他回應一下。 來, 他有做一個, 第二問題的結論問題, 來, 來, 請說, 就是, 該中心實質限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 如此超越施法的機關, 是否合適? 那我們希望, 巧樂中心是一個公信的諮詢組織, 而非處罰組織, 也希望, FB可以跟我們一起研究改善。 是, 好的, 確認我的理解了, 因為, 剛才所講到的, 關於被檢舉為落入, 那個跟市值查的中心應該是無關, 對, 那是, 不事實的一件事情, 那個是, 也是老師剛才講的, 就是認同說, 有明顯的需要立即處理, 而不能等法院, 好比像說, 兒潮性活學, 等等這種狀況, 或者是像, 現在很多人在爭論, 就是直播平台, 如果他有自我傷害的行為, 等等的這些情況, 那顯然他都已經準備要自我傷害了, 那怎麼可能等法院去判說, 這個是自我傷害, 這個不是, 他一定要馬上的去通報, 這個進行處理, 等等, 那所以, 現在的困難就是說, 這個是類似一個漏洞, 就是說, 只要你立下了說, 好兒潮性活學的, 或者是, 自我傷害的, 或者, 系統性的, 什麼歧視言論, 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恐怖主義宣傳, 等等, 像其實剛剛講的, 隨機殺人的, 我們叫英雄化, 這個就是, 也是類似一種恐怖主義宣傳, 等等的情況, 那每一個管轄領域, 都有一些他覺得, 這種情況下, 他可以立刻就, 暫時做一個處分, 等到法院判決, 再來進行究極, 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每一個管轄領域, 與關心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但是只要有至少一個, 那就會有出現像, 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 去鑽這個演算法的漏洞, 就是你明明不是的, 那我也說, 誒沒有, 你這個就是, 烏洞恐怖主義, 其實跟恐怖主義, 一點關係沒有, 或者是說, 兒少性國學其實, 更多路一點關係都沒有, 的情況, 那又因為說, 他想要立刻處理, 那所以就變成說, 只要短時間之內, 非常多人, 告訴他說, 這個就是某件事情的話, 等於他就, 馬上就做了,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嘛, 那這個處理, 當然, 我們也很同意說, 這個無關無言論的真實性, 這個跟言論真實性, 是無關的, 很可能他, 不管兒少性國學也好, 自我傷害也好, 那個畫面都是真實的, 可是這個重點, 不是他是不是真實的, 而是他, 對社會造成了損害, 那這是, 已經跟我們剛剛講, 有意的disinformation, 無意的misinformation, 是無關這個, 可能叫做mal information, 它是損害式的這種, 那這個跟市場中心的業務, 也是不相干的, 所以我想先, 做這樣子一個區分, 就是有關無事實的, 這個我們, 我會具體回答, 跟無關無事實的, 無關無事實的, 那一部分, 老師剛剛主要講的意思是說, 它不能完全靠機器判斷, 它必須有一個類似, 就是上述到人類,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我也是完全支持, 我覺得就是應該要這樣做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到, 對請說, 因為你剛剛講, disinformation跟misinformation, 這裡的感覺上, 一個是故意的諮詢, 一個是無意的疏忽的, 但是我覺得像樓入這個, 它比較像seudo information, 它根本是一個, 它既沒有故意也沒有故意, 它就是認錯了, 是的, 那麼在這裡, 我們當然會有主張, 就是說, 這還是牽涉到它的機器人管理, 跟它的CIA,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回報, 就是, 我還要記, 你看, 你自己看得到, 這是阿德漫畫, 但是它自知不問, 所以我們下面, 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說, 這個你不要有面子問題, 就是我罰了你以後, 我罰錯了, 然後我跟你講了, 然後我就自知不理, 然後呢, 問題是怎麼, 所以我們在後面, 有一個解決方法來講, 也是希望, 為何來, 一定要再跟, 因為我看一下Mark's的經歷, 我覺得他人看起來, 也是素質非常好, 他可能只是不知道, 或者說他的長官不知道, 我們要反應給他, 而且說不定, 我們還可以幫忙協助解決, 就是說, 像這種, 其實我, 我的感覺, 既不是 this information, 所以, 你這一個, 這個情況的時候, 假設有人反應給你的時候, 我希望你不要有面子問題, 就是說這個, 既然發現了, 那麼就, 因為後來, 隔了幾天了以後, 像我剛才講, 鎮結, 可能就是, 簡卻超過一千人了, 他就把那個下架了, 可是, 隔了幾天, 鎮結了幾天, 鎮結,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你反應快, 結果, 你該反應快的, 你又不快, 就是, 有網軍在做的事情, 反應會非常快, 正常人在做的事情, 你反應很慢, 就是說, 這個事實, 我要請, 就是, 你一定要面對這個事實, 就是說, 你要遇到不好的事實, 這個反應要快, 我現在就告訴, 因為這個東西查得出來, 因為我當初有做一個紀錄, 就是, 鎮結這個事實是搞了幾天, 那這個才是危險的事情吧, 結果你要等到, 因為我後來被罷了, 我就發現, 我說這個事情不可以, 我居然被禁, 一定是檢舉的不夠, 你們趕快去檢舉吧, 也就是說, 真正該禁的事情快不起來, 這種不該禁的事情好快, 而且呢, 我去已經跟你講了, 你也知道了, 你也不改善, 然後因為你放在那裡, 以我目前在觀察中, 就是, 它是累計加重, 就是說, 你錯的處罰, 你並沒有收回, 沒有改善, 反而變成, 日後繼續加重的處罰, 然後這三個全是錯的, 也就是這三個建築城, 以後加重我們處罰, 我們現在全載被弄到, 不准徵求新會員了, 變成就踏死在這裡, 你這樣搞下去, 是不是會搞像只剩單色, 只剩單色的社團存在, 是不是這樣, 結果我全載, 我不知道, 因為它這個數字也不公佈, 你到底處罰了一些什麼樣的人, 就它數法數字, 就一般人來看, 感覺是會有點偏薄, 老實說了, 然後那個還是算有顏色的, 連我們這種全載, 因為我自己不太講無色, 因為我覺得無色是個理想, 不是很容易達成的, 人都有想法, 但是你要全載, 就是你要容許別的想法, 別的講法, 如果你的實質運作結果, 是連全載這種理想的熱彩, 都生存不下去, 至少我們現在被禁止要求, 邀請成員, 這一個相當多, 如果如老師所說的, 就是說裡面, 我們先不管是茶和中心那一塊, 我們單純來講這種, 機器錯判的情況, 是全載裡面的論壇的成員, 彼此互相檢舉, 那這個情況, 其實就會造成這個社團, 以我粗淺的認知, 比起這種單一的社團, 更容易變成, 好像裡面都是一些不當的言論, 因為等於是說, 有一方面的一些談友, 會, 因為您剛剛說是, 就是不會任意地指控他們, 所以不會不任意指控他們, 但是說一部分的談友, 如果一直都檢舉, 論壇裡面別的談友發的, 是羅樓啊, 是什麼之類的, 那反過來, 這些談友發的, 又會被另外一邊檢舉的話, 那確實就是隨著時間過去, 這個論壇裡面的被檢舉數, 一定比這些單色的要來得多嘛。 其實這個, 我們來講, 其實你跟我們也知道, 其實通通都可以用程式來做篩選, 並別的, 是稍微有一點點的, 要 deliberate, 但是是可以做得到。 理解, 我是確認我聽到的, 所以老師是說, 目前尹老師觀察到的這種情況的證據, 顯示說我們在演算法上, 叫做一種天真的演算法, 反而追求多元性的社團, 處於相對不利的這個位置, 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好的動機, 因為你方法的緣故, 結果, 常常會造成, 結果跟你的動機的相反。 歷史上, 王安石之類, 這些都是, 好的動機, 結果, 因為方法的實施, 造成相反。 歷史上, 王安石之類, 也有提到, 就是這個, 也希望, 我們真的, 因為查證真的是很辛苦啦, 所以我們其實很希望查核中心, 但是啊, 他希望他變成一個這個, 查核資料部, 可以給我們來參考, 但是他不是作為處罰我們這個地步, 但我們待會還有一些比較深入的建議, 以及希望未來的這個會議來發展。 我這邊有多一個問題, 是, 維園有提到那個, 詐騙跟誹謗的問題, 那現在民眾上網大多, 是想要看一些娛樂性質的東西, 那, 現在有很多的網紅, 各自發揮自己的創意, 都很有幽默感, 那我們來舉例來講, 比如說, 白痴公主, 他自稱是白痴公主, 那這樣算詐騙嗎? 還有, 他說自己的粉絲叫我白痴粉啊, 那可是他們的粉絲都是非常樂意說, 被叫我白痴粉, 那這樣子算, 呃, 誹謗嗎? 或者說, 那但是外界有意見的話? 對, 當然所有的言論都是放在脈絡裡面去看嘛, 對, 那就好像說, 之前也有過一些爭議嘛, 就是說, 呃, 像, 呃, 應該是, 在做什麼非洲竹瘟的那個查驗的時候, 呃, 就是那些的, 邊境的那些狗啊, 呃, 那我們行政院的小朋友就把他們叫狗關, 那這個是讚揚他們的意思, 表示, 呃, 一隻檢查的狗當上的官嘛, 呵呵呵, 守護我們國人的健康, 他們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方法在使用, 但是反過來講, 當然民間也有用負面的方法在使用, 所以, 兩邊都不能說對方是詐騙吧, 因為它是一個兩個完全不同的語境啊, 所以, 我倒是覺得說, 詐騙它, 必定還是我們法律上面也是有定義的嘛, 是意圖為他自己的利益啊, 或者是謀取一些不當的得利啊, 等等的這個情況來判斷, 所以他們當網紅就是要引力啊, 嗯, 是,我無理解, 我無理解, 所以就是說, 呃, 您剛剛是說, 呃, 一個網紅稱他的粉絲作為白痴粉, 是因為, 這幾例啊, 他其實也沒有這樣講, 他們在那邊騙起來, 這個似乎難以建立他的管理性, 要問那個, 法學專家, 對對對, 比如說, 你那個問題是, 風格是在, 網路方面, 還是說, 嗯, 因為你剛剛的問題, 聽起來好像是在問法律的意見, 那啦, 我是覺得, 你是不是擔心, 就是Facebook的機器人會造成誤判, 然後就是, 你客話不說, 又直接把你分析看,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自己的狀況就是這樣, 我覺得, 因為其實就我所知啦, 就是說南京, 他曾經有一個, 他是網紅, 網美, 然後呢, 他曾經有一個粉絲團, 有一萬多個粉絲, 然後就是, 某天莫名其妙的, FB就直接把他的粉絲團封了, 對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 他就是非常生氣嘛, 甚至一樣也要告你, 然後FB完全不理他, 甚至跟他說, 我們的寵物在西湖, 你去西湖告我啊, 所以他這個問題, 跟Focus在臉書, 這種類似這種社群, 網頁, 他直接認定說, 或者說, 他剛剛講YouTuber, 直接認定說這個言論, 就已經構成, 比如詐騙或是什麼, 然後直接把他下架, 直接把他找到盤了, 對對, 我想這是兩個不同的樣態啦, 就是說, 因為剛才老師一直Focus在法律嘛, 那詐欺你要有詐數, 要有無法所有意圖, 這兩個大概都沒有啦, 是完全不想看的事情啦, 那但是就是您剛剛在講的是說, 社團被取消, 那這個還不是一個, 法律上面的犯罪認定啦, 這個如果是, 對, 這是不相關的, 反正不相關的, 就是說, 有點像說, 你在PTT發一篇證問, 被水桶, 那所謂的被水桶, 這個也不是一個法律措詞嘛, 它是一個完全是, 就是演算法的一個動作, 那它的法律效果, 其實也只是說, 它在這個網站上面, 無法接取等等, 它不可能, 我們這邊用法, 可是它事實上也不可能, 強制執行任何事情的, 所以, 我這邊特別要講的是說, 我們可能用詞的時候, 用詐欺啊, 或者詐騙啊, 或什麼時候可能, 就是要確保說, 它是一個, 一般性的用詞, 不是一個法律上的用詞, 這樣可能, 討論起來比較容易, 對, 那所以, 您剛剛特別提到, 如果它現在有一個, community standard, 有一個社群守則, 那它判斷說, 你這個社群守則有違嘛, 有違反嘛, 那所以呢, 它就把你的粉絲頁下架, 或者是把你的社團下架等等, 我想這個並不是一個, 法律處分, 但是你當然可以主張說, 你因為這樣有不利益, 就是說, 本來因為這樣子, 可以接觸到的人啊, 或者是甚至是, 可以進行的商業行為啊, 等等, 就是受到的損害, 那這個完全是在, 私權啊, 就是在民法的部分嘛, 這個應該, 我不涉及就是, 刑法的部分, 所以, 我是覺得, 這兩件事情, 可能還是分開看比較好,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的是說, 可能涉及違法的言論, 那這個部分有些迅速充分, 可能搞錯了, 應該要上訴到人類, 那最後還是由司法來, 來定驗嘛, 對,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這種是比較像是他, 呃, 內部管理規則, 那這邊您的訴求, 我聽起來是比較是說, 這個規則本身應該明確, 而且透明, 而不是說, 交給法院裁判, 我想法院是不會管你, 有沒有違法社權受責任, 因為那根本不是一條法律, 對, 對, 所以就是最後一件, 不會有的社權管道, 因為其實我們遇到很多例子, 他們, 因為台灣也有, 每次不可能的公司, 但是他完全說, 我不管這個事情, 對, 請到細湖, 細湖照顧這種公司, 那問題就是, 一般人根本沒有這個門, 對, 或者說, 直接寫你過去, 完全就是實聲大來, 都有什麼情況, 至少有三、三、四的朋友這種情況, 對, 那是想說, 有沒有機會跟一個Facebook, 那邊做一個對談, 或者是請他們, 可不可以建立一個, 協助一個這樣的機制, 對, 那之後的話, 順便相當機票的情況, 也可以進入這個, 即時代做解決, 理解, 那這部分我想, 這個我會請Facebook那邊, 有一個很明確的回應, 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說, 可以把它拉高層次, 就譬如說, 因為像臉書, 類似這樣的一個社群網頁, 在台灣, 他甚至之前都沒有, 在台灣設分公司, 他竟然沒有, 他是最近才設, 他最近設分公司, 可是他不管了一個申訴業務, 他是好像是在要推廣告用, 推廣告跟開發, 那台灣的法律其實可以要求說, 這當然是政府可以推動的, 因為你不是政委嘛, 就是說, 是不是類似的網頁, 在台灣要營運, 都必須要有一個分公司, 而且分公司必須要有一個申訴中心, 我覺得這個是法律可以做得到的,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而且我認為這個是有必要性, 因為要保障, 因為要保障, 經濟持續的人的權益嘛, 要不然他們就直接丟一句話說, 你們一開始在進入Facebook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使用者協議嘛, 都是已經講好說, 我們萬一訴訟發生, 萬一有任何正義的話, 才請到美國的西谷, 甚至我真的要告別, 就是什麼啊, 如果他在台灣沒有分公司的話, 甚至我們還真的要跑去美國告, 對, 其實美國連說有這樣子的,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嗎? 我想這個在每一個管轄領域, 大概每一個方式都不同啊, 我們這邊確實, 我們行政院之前有提出過, 就是數位通訊傳播法的第27條, 它就是處理這件事情, 它主要是所謂落實消費者權益之保障嘛, 所以它至少需要有一個自律行為規範, 訴訟外生意處理機制, 如果不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 並且設立稅籍, 等於這四個都要全部滿足, 它才達到我們這個鼓勵傳播服務, 提供者的這個最低的這個標準, 那它如果沒有做的話, 我們會用各種方式鼓勵, 他們去這樣子做到, 那在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草案, 但是現在因為戒期不需省, 所以就是本來就是好像都已經快要三度, 但是因為新一屆的立委上來了, 那現在就是四個黨派可能還是要有一定的共識, 我們才能夠再把數位通訊傳播法, 再讓它能夠就是通過, 它通過的話, 各位剛剛講的就是自律行為規範, 訴訟外生意處理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 因為這一步其實也是跨越這個不同的總統任期了, 本來叫做電子通訊傳播法嘛, 那時候也是蔡玉琳老師呢, 我也有幫忙她做羅方離開關系的諮詢, 那後來當然我也就是加入了新一任的政府, 那新一任的政府也同意了說, 這樣子處理模式是對的,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沒有什麼擔開的見解, 因為兩個不同的行政院都曾經推出過完全一樣的, 這樣子的法案, 但是都沒有被立法院通過, 到目前為止, 對,所以我也很同意說, 我們應該要在法律裡面平穩的來處理, 至少說, 我們應該要強烈鼓勵這件事情, 對, 就是我們說一通訊傳播法, 對, 這個理由嘛應該要一起, 一起進入, 包括我們這些MGEO 等, 對, 因為如果沒有訴訟外生意處理機制, 它其實只要一句話說, 雖然你的行為不違法, 不過, 我管你的班也不違法啊, 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 所以說這個是商業行為, 對, 那就是這麼做的說話, 是啊, 想告我的話, 就請到美國來告好了, 對, 即使到美國來主張, 也很難的舉證說, 那它具體造成了怎麼樣子的不利益等等, 因為它要先了解你的粉絲團有多少人, 你平常的營業額等等, 那等到判決成功的話, 縱使成功了, 也沒有辦法變成class action, 就是你不能一次發很多人, 是啊, 是啊, 這其實是, 如果沒有送外生意處理機制的話,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就是法律明文規定說, 政府應該要盡可能的鼓勵, 它同時做到這四件事, 因為有這四個互相支持, 它就變成一個, 比較好的保障消費者權, 你的贊務管道。 太好了, 本來我們放了後面的期待詢問先解決, 我們現在回到原來的這個, go back to the track, 從目的四類主管情況, 就要提出給行政員知道說, 包括經濟部, 或是包括我們在開放, 像美國沒有分公司來, 那會產生經濟交易的資金, 所以目的四類主管主管, 就是新聞單位, 就要跟行政員講, 一定要有分公司, 這樣的話, 可能就容易促成的地方。 我們目前在稅籍上面, 是允許的一些經濟, 但是分公司代理商, 送外正義主義, 跟自立行為規範, 確實是, 我覺得法有平定會比較好。 好, 再一次。 好, 接下來我們有注意到, 這個政委有帶領一個, 關於台灣, 發板甲訊息成果的防衛團, 沒有啦, 我們都是個別去的, 我在那邊, 第一次衝到西門, 對, 對對, 看到他們, 謝謝。 那這個, 因為這個也算是, 我們這個難得的一個, 不僅是這個資訊, 也算一個外交成就, 所以我注意一下, 但是在相關報導中, 因為都不見得清晰了, 所以我注意到好幾個, 蠻特殊的事情去說, 那麼, 在會見葛萊伊的時候, 他現在雖然不是真正的官方, 但是他這個資庫, 其實基本上是官方, 所以大概應該是代表官方的色彩, 在報導中, 我看到, 他讚揚我們台灣這個反假訊息的成果, 對美國利益, 對美國利益, 是, 對, 是, 是, 我並沒有看見, 代表團對他的這個意見的再回應, 那麼, 我自己, 我在美國, 正好不同的區域交過三個大學了, 所以, 可能對美國有一點, 很淺薄的了解, 在我很淺薄的了解,其實我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美國政府不等於美國人民, 但是其實我覺得各國政府可能都是一樣,因為政府有它的一個角色, 所以必須要以利益作為優先,這是因為你是政府, 所以我們常常有一個很高的人在看,所以政府一定要考慮到利益,這點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我有注意到在美國,人民常常要提醒政府,除了利益之外有正義,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美國的價值,這是我在那裡淺薄的感受, 就是說政府的角色必須要以利益為優先,但是人民常常要提醒政府,除了利益之外還有正義, 這一點是我拉的,很多人一天到晚罵美國,但奇怪了,天天都想跑去移民美國, 這就是什麼,我覺得它的這個… 對於公民之間的一個重視 對,它還是存在這個公民,這個文化意識,文化素養,所以它有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看著它這個發言,然後我們代表團並沒有回應,所以我心裡略略有一點關心, 就是我們會不會也在處理假訊息的時候,就是以利益, 那麼誰的利益,美國的利益,生活會不會以這個國內特定組織, 特定這個團體的利益為著想,就是當我們在這個反假訊息的時候,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但可見,但對葛萊伊來講,他卻認為這是一個利益的問題, 那麼既然你有利益,你就不會去公正,講老實話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會有這個利益的存在,那麼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事實上美國的官方也因為它整個大環境,也是因為它的利益倒來倒去, 也確實是有這個無恥,但是啊,是我講的,美國價值還有一個不變, 就是正義不能變,所以啊,這是我要請問你的問題, 第一問題,就是我看見葛美團並沒有對這件事情再發出, 讓我自己覺得值得關切。 另外一個就是說,去葛美團呢,其中成員呢,做了許多的發言, 很多很多的發言裡頭,我都有點困惑,但我先舉一個例子, 因為避免把我們今天的討論的焦點拉開, 那是沈國楊老師對淨傳媒在採訪的時候講的一句話。 中國對美國智庫的滲透蠻成功, 也把這個華文媒體都買掉。 你看,這句話依據是什麼? 他講這句話有沒有經過你這個代表團團長的同意? 第一個,這不是一個代表團,我跟他是分頭在那見面, 我們並沒有一起行動,沒有一起行動,只有在CSIS見了面。 那為什麼媒體的這個報導會有這種? 事實上是這樣,就是他先去了DC,那我再去, 我們在那一場確實有空派,之後他應該是去德國了, 然後我就回台灣了,那所以不但沒有同進也沒有同住, 那那次是我第一次當面見到沈國楊老師。 那他受淨傳媒訪問的時候,我幾乎在場我也不知道, 您剛剛講的這句話是我第一次看到之後, 我去網路上搜尋,發現是在淨傳媒的採訪裡面, 他所講的一段話。 我理解,我理解。 他也是代表政府嗎? 我理解。 他當然不是代表政府。 那他怎麼會跟你代表政府的人談談? 他代表台灣的一個,就是你們會提出來的一個非營利為目的組織, 叫做Double Sink Lab,就是台灣民主實驗室。 他因為是台灣民主實驗室的創始人, 所以當時是CSIS邀請他以台灣民主實驗室主持人或創始人的身份, 去分享他的研究,等於是一個學者。 那我的部分當然是邀請我分享說我們對這個政策。 但是我並沒有代表他的組織, 他當然也不可能代表我們就是中華民主實驗室。 那個就不算事實。 對對對,所以我們並不是一個訪團,不是這樣子的。 對,那至於就是說光麗娃瑟,就是格萊伊老師, 他發言的那個脈絡,我記得因為這都有直播的了, 我記得他脈絡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美國他們在面對即將來臨的大選, 他們不會想要重蹈之前的, 能夠被國外的這些虛假訊息的干擾, 而影響他們選舉的過程,造成他們社會進一步的撕裂。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就是有公信力的機構發布了一個研究報告, 說有很多來自俄羅斯的朋友們,去設立了好像同情民權, 同情小數族群權益等等的這些團體,也正在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呢,在快要選舉的時候呢,就是再上一次選舉, 一系之間就變成了去鼓勵大家彼此仇恨的這些團體,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影響選舉的結果, 那就是所謂的Russian Interference on American Election, 那這個在他們那邊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就是他們之呼希望說,在接下來的這次選舉裡面, 不要再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認為說台灣不管發明出什麼, 好比像說快篩啦,就是一下子就可以判斷說, 是不是就是有組織的這種攻擊啦,或者是這個疫苗啦, 就是說大家看了好笑的東西, 比較不會受到影響啊,或甚至解藥啊等等, 他們都非常的有興趣,那所以依我的理解, 他說 American Interest 是放在保護他們選舉的公正性, 或至少不管公不公正啦,就是公民社會不要被選舉撕裂, 那為什麼我們的媒體報導在看起來好像是, 他認為我們的反假訊息是對於他們的美國利益保障很好, 所以在那裡很好,因為其實我們去DC那一次, 很多媒體都是說,台灣是極少數的民主國家, 竟然能夠發明出一套公民社會,民國嘛,公民治國嘛, 以社會部門作為主要的權利者, 而不是放鬧工部門或經濟部門的這套做法, 那他覺得說, 他認為是在美國的意見, 要學習從台灣, 就是跟台灣學習有助於美國, 也保有他的公民社會。 我的理解在那一場論壇是這樣, 至於沈光老師其他的發言, 我並不太常, 而且當然也不可能代表民國的行政院。 沈教授的發言很有意思, 你今天對我們網友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澄清, 因為在他的各式發言, 我都感覺他是以政府的立場, 尤其是他跟你那一場, 這個同台更好像背書了, 而且他的積極活動相當的多了, 所以這個是我注意到的。 所以各位網友, 今天這一個,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澄清, 就是汪教授, 未必是代表。 沈教授在樂壇的位置, 就相當於Nick Monaco, 也是另外一位老師, 他就是兩位學者, 那Nick Monaco當然不可能代表任何一個政府, 那Huma Shen, 就是沈老師也當然不代表, 當然也不代表我們民國的行政院。 但是也許你要跟他溝通一下, 因為他的發言的氛圍, 我覺得這個讓我這種人, 都覺得他好像是以這個政府的立場, 這個動輒都是以國家怎麼樣, 國家怎麼樣, 這種的發言的話, 感覺是他以這個政府之任, 尤其是他跟你同台的這個訊息幾次,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 因為以他這句話來講, 我想請鄭偉來覺得, 你覺得這句話是個事實嗎? 他的事實基礎在哪裡? 這是一個個人自己的相信, 個人的想法還是一個事實? 就是說這個中共政權, 把海外的華文媒體, 統統都買下來了, 因為你假設有這個認定, 我覺得要是相當危險的, 假設這是一個沒有事實, 作為證據的認定, 這就是你以所有華文媒體為敵, 你都是我的這個, 你都是我的這個敵手,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 你是以反假訊息為主的, 到處反假訊息, 你這個訊息本身, 會不會就是有假訊息的這個可疑點? 本身就是一個假訊息, 就是說這對於假訊息的認定, 他可能說他真的有講過這句話, 真的也有跟正為同胆, 然後呢, 就是說這整個事實都是真的, 但是, 那像是算是有假訊息, 因為他可能想起來想要就是誘導, 可能會讓別人會覺得說, 會想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或者想說可以去帶身往些方向, 對不對? 他自己講的話, 本身就是假訊息, 其實這位他講的很多的話, 尤其他到處去宣導, 其實你剛才講一個這個公民意識時候, 其實我也很, 你在講的我心裡很擔心, 因為他也一天到晚去教這個公民意識, 但老實說, 在他舉的很多例子來講, 我覺得那就是假訊息, 他在教人家, 反假訊息是用, 教你做假訊息, 但你今天這個澄清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我想澄清兩個, 一個是說, 剛剛這一段啊, 什麼美國政府的滲透啊等等, 跟我的名字同時出現的, 其實只有在老師的, 就是別讓言論自由自身紀念日, 這篇文章, 所以那個並就是, 沒有哪一個在場, 對, 我不在場, 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也不在場, 而且也沒有哪一個媒體是說, 好像他在我在場的時候說的這句話, 我剛剛看了整個網路, 看起來至少搜尋情可以找到的, 並沒有同時有這句話跟我的名字的, 唯一一個有的就是老師的投訴, 對, 對, 所以應該不是說, 因為他, 你再去仔細看, 他的這個各個發言, 都是以國家的立場, 你去仔細看他這個發言的氛圍, 所以說再加上, 尤其就是你們兩個各自坐在那裡, 翹哥爾郎在那張照片, 給人的這個, 這個image的印象, 實在是, 異體, 對, 這個太, 這個就是成功製造假訊息, 其實都是事實而已, 可能事實都是真的, 那其實啊, 我今天本來就, 你今天這個曾經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本來要點到, 就是說, 但是並不想利用今天的扯恩怨, 就是他講的太多的這個東西啊, 超過答應。 我想示篇一下, 就是我也沒有在那張照片, 您剛剛講, 翹翔亮推上照片裡面, 我是在那張照片, 我也並沒有, 好像有你們同學的照片, 技術上是他跟這位學者, 那我是在前面的一個Keynote, 那所以也不是說, 我跟他在那張照片, 也沒有這樣子一張照片, 應該是不存在那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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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要照片, 這是要照片, 那些人家有講, 我說我非常感謝你, 我有注意到你發言很謹慎, 但是他的發言, 就是令我驚訝嚴嚴, 我理解, 那麼我還以為這裡出現黑眼, 那並不是這樣, 我想他發言, 都是以他NGO或學術研究者的身份, 他也並不是以我們獨立機關成員的身份, 也不是這樣, 那他的發言不應該動輒了, 好像是以國家的這個, 他的氛圍, 他的氛圍一直導引, 像, 他是以這個, 我尊重老師的判斷, 但是, 就是說在, 他就是研究這個, 他是成功地塑造了這個氛圍, 確實他是有, 就有分享說, 就是一些全程的一些命題, 那至於說, 他跟台灣這邊的金傳媒講的這句話,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前面有上下文, 他前面是說, 俄羅斯是非常成功, 那雖然這個俄羅斯是最成功的, 不過還有一個沒那麼成功的, 至少邁俄華文媒體, 什麼之類的, 他是講, 這句話, 這句話一個字都沒有, 對, 他前面有一句話,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要說這個, 是有問題的, 我也覺得有可能是有問題的, 再往前一句, 就是俄羅斯比這個更成功, 那說不定更有問題, 所以, 我沒有看到他完整的那一個, 我很難幫他判斷。 值得思索的, 不過今天, 既然你做這個曾經, 我們就不去, 也許有機會請他來, 來討論一下, 就是他的很多的發言, 是讓我驚訝連連, 包括你今天曾經, 讓我驚訝連連, 很高興有這個經驗相信, 對, 那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有分裂效果是由誰來判定, 哪一個? 沒有, 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有些, 網路, 帶FB的什麼, 有什麼分裂效果, 不是, 我是說, 撕裂是撕裂, 好比像說黑人跟白人, 或者是說撕裂,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或什麼之類, 那當然就是說, 剛剛講說, 就是俄羅斯的操作, 它是專門針對特定的族裔等等, 那您剛剛是說, 這個標籤是寫下的, 是不是? 對, 這個標籤, 按照我的理解, 是去分析他們去下廣告的那個標籤, 就是說, 在FB上面, 有一個所謂精準投放廣告, 這樣的一個功能, 你可以專門去針對某一個城市裡面的, 某一個族裔的, 或者是有某種興趣的, 某一個年齡層的等等, 投放給他們一個訊息, 讓他們去仇視另外一群人, 但是呢, 同時, 別的粉絲也在同一群人的工作, 又做一個精準投放給這一群人, 給他們另外一個訊息, 希望他去仇視這一群人,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當然就造成了, 就是各種不同, 所以就是廣告到某一個宗教信仰, 對, 然後讓他仇視另一個宗教信仰, 對, 這是一個功能, 這是他賣給廣告主的一個功能, 賣給廣告主的功能, 就是說當你買一個臉書的廣告的時候, 你可以說, 我是要賣自行車, 那我只勾對登山有興趣的,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本來就有一個叫精準投放, 意思就是說, 對, 我給, 對我有興趣的, 那這個在俄羅斯的那次的干預裡面, 他們的用法就是說, 專門去挑動, 各種不同族群之間的仇恨, 那如果今天是, 白的投給黑的, 讓黑的去理解白的, 這樣子算是挑動啊, 所以我們這邊在講的就是說, 你要看那個廣告的實質嘛, 那個實質它到底是, 你今天說的是白的, 投給白的, 然後激化那個白的, 那會不會是俄羅斯人的投給, 是不是, 就是說, 我現在如果這一次的廣告, 今天就是, 我如果寫了一大篇文章, 他會有一個審查期, 然後在審查期的時候呢, 只是說黑白對立的問題, 那不一定不一定, 我都不會講黑白對立, 他有的時候也會說, 這篇文章不能登, 沒錯,很奇怪, 然後他會不知道他的審查, 標準是什麼, 那有人認為你是列出去, 或是認為你的什麼, 言論是怎麼樣, 現在被人連實質的, 就是沒有做分裂, 然後就有人認定是分裂, 對,就是, 連實質的, 所以他就連實質的, 他也聽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他們說不清楚方向, 他自己的那個很奇怪的, 我覺得反而是, 白的投給黑的, 要讓黑的理解白, 然後反而是黑的, 覺得不應該, 應該要加, 應該不能這樣子融合, 應該是要激化, 反而黑的會檢舉, 就是說, 就是說這裡有很多面向, 那時候只是說在選後, 就是上一次美國大選後, 那社會輿論, 美國的社會輿論, 都檢討臉書說, 像這樣子的一種挑動政治, 或社會等等的, 這種競爭投放廣告, 他等於發選舉財, 那這件事情, 他賺了這麼多錢, 應該也要付出相應的社會責任, 所以他們在那個時候才說, 好,那我們來嚴格審核, 在選舉期間, 不應該有這種, 等等等等,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審核這類廣告, 就變得比較嚴格, 是的, 因為我現在發十次的文章, 現在都不錯, 沒錯, 就是就比較難去下廣告, 就是因為它那個時候, 的社會震動性, 非常非常的薄弱, 因為變成是說, 好像選舉一次, 社會承受很大的損害, 而Facebook賺了很多錢, 那這個是很難去, 就是取得震動性的, 對, 那下一個是Tina的問題, 就是政府與平台商, 共推置底閃銷這樣的處罰方式, 那是否影響了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呢? 現在的資訊管控, 竟然比過去印刷時代, 對言論的限制更嚴格, 請問這樣合理嗎? 那其中, 有哪些平台商參與呢? 以及被置底閃銷的標準為何? 那是否還有其他的處罰呢? 嗯, 謝謝, 對, 第一個是說閃銷, 我從來沒有看過,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閃銷, 閃銷的意思, 不太遲啦, 對, OK, 對, 對, 但是置底你好像, 但是置底有的, 有的, 這置底是有的, 在那個, 閃銷是置底的一個結果, 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做這個, 我們就曉得, 它是第一規則來按照正常順序, 但它加了一個置底規則之後, 所以你點到它的時候, 它馬力觸動, 있는데요, 然後第二,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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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那這個是他們在自律時間準則裡面 特別的說不會對故事訊息做這件事情 所以理論上他們不應該做閃銷這件事情 這其實是違反他們自己簽的那個 故事訊息方式的業者自律時間準則 在裡面他是可以去做 好比像所治理的這件事情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不能做閃銷這件事情才對 這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那些閃銷掉的 因為裡面有內容問題 我就講譬如說討論古典音樂 所以我很好奇閃銷是怎麼回事 但是肢體是有的 肢體是在他們簽的 就是剛才講的那幾家 FB、Google、LINE、PTT、Yahoo 簽的不實訊息方式業者自律時間準則裡面 他的第三個就是準則內容裡面的第一個 就是建立不實訊息的機制與相關防護 裡面ABCD的那個D D它的原文是這樣子的 持續調整資訊提供的規則或管理模式 盡可能降低不實訊息是出現或其排序 或出現了排序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在那個牆上 盡量讓它的顯示的頻率減低 就是觸及率 對 觸及率 就是有點像是放到垃圾有間資料夾 它讓你的收件下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也有曾經是受害者 是 我們真的是覺得 尤其我跟這個彭兄 我們都是經歷過這個言論管制時代 我自己做過校刊的建中青年 台大青年的總編輯 其實我因為是當時唯一無當期的建基總編輯 其實設內選我總編以後 結果卻因為我是非常遠的沒有 所以我們這些經歷有過這個經歷 所以在當時的時候 但我們現在並沒有仇恨因為過去的 就是說這個當初印刷時代的時候 幾千家印刷廠你不硬還有別人硬不硬 然後你就是來查封 老闆通常都會幫你藏兩別了 所以我們相對來講 在戒嚴時期 我們共同也編輯了 我還算校刊 都遇到過這種情形 但是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因為我們克服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宋出滿廣闊 所以宋出滿廣闊又廢掉 對 那但是走到現在像這個字體散膠的話 他人的控制比我們當年還嚴格 社會應該進入結果 我既沒有看過散膠也反對散膠 但字體就是散膠的字體的結果 那您說字體 因為字體它是有一個模仿的對象 就是褲子的有件 移到褲子的有件資料講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說 褲子的有件資料講 這件事情是不妥的 當然可以來考慮說 怎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對 但是因為之前在處理褲子詐騙有件的時候 大眾的訊息告訴當時 當時也沒有在政府服務 的理解是說 民間透過這種 移到褲子的有件資料講的作法 就可以管得很好了 政府不用去通過一個法律 这个在世事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一个就是说因为人类的行为会改变 我们现在依靠Email没有那么多 所以大家没有那么重视 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说 他基本上当时的记住 他是先去认定哪些是专门做 因为当时的大量零件 有几个专门的网站 所以他是去 他是已经确实知道 那一个是这个 而且他本身就一直都是在转发这个东西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他是固定是这些主题的东西 我会把你放进去 因为是这些在 他专门就是在转发这种邮件 所以其实他是无心的 他open proxy 对 但基本上来讲 Email的时候 他基本上还是对邮件 他所传达的那个东西在禁止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就像我还在讲 太多例子就是说 这个主题一点是harmeless 我们全场因为每天都很严肃嘛 所以每天最后结束 也要每天两笑 两个笑话都被自己散销 这有道理吗 对不对 就是说已经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其实是相当不同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连作法 这个连作法这个很大的麻烦 其实我刚才有讲 我们是以不违法的新闻自由 所以你假设原创做假新闻 或者怎么样 你去挡它 或者最后把它注重去法律 我都觉得是对的啦 刚才你刚才有讲的 这个this一方美景 这个miss一方美景 有些是互动而已 对 有些转团它可能是基于好意 当然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像我讲的说 这个每个外邀杂志 那不是一个没有名的杂志 对不对 那你有这样的发言 我们知道一下 不论你站不站得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转团 并没有恶意存在 对不对 而且也没有错 最重要的事也没错 然后呢 这个也要法 就是说我非原创者要法 还有被转传也要法 就是说我并没有 也许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我是被人家转传来的 那为什么这个要法社团呢 这个应该是社团自律四线团 就是说应该有社团 这个三组 然后像我们社团 我们不是一审定议 我们是三政的 就是你要连续都这样 然后你不肯改进 那我们才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谈过的人寥寥不及 因为我觉得人还是有本性 有善性 你已经给他三次机会去做 他硬要去犯三次了 会有警告 所以我们故事马上就谈你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联络法 这个根本是已经 这是封建时代的法律 我们现在国家没有联络法这个事情 但是实际上 现在这个产生的就是非常严重的联络法 就是说你要把原创作假 假新闻的原创者 甚至他违法去告诉他 让他做法 我都觉得就是不合我们讲的 够违法 但是你现在转传 然后被转传都要一起法 这个我是觉得已经 真的是这个太 这个已经违背我们这个 时代的进步的这个轨迹了 还有就是刚刚一再一再讲 就是不知为何被法 就是犯行跟你做的事情不透明 然后这个不明原因 而且就是我们并不想要被法 所以你要告诉我 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又不可预计 向我发这个我们的海报 不知道为什么要被法 这个是完全自己想不出理由来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被法 被封 所以这个很连续过高的巧合 非常容易被刚刚你讲的 这个联想为故意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认为是故意 但是一直不断的反复的话 是非常的促成人家 会认为想故意的 所以我来讲 这个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全采评议 就是什么 我们自己也有内部 我们说我们也不喜欢假情 不喜欢坏水果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 这个其实都是现代司法准则 不是我们的心窗 严格证据法则 无罪推定 罪意为亲 可以申诉 可以自律 我们是三证才定见 要三次 我才会真的来除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会发现 有的时候是资讯过量 我们在评议中会有发现 我们往往不是资讯太多了 我们根本看不完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的评议会有贯充 所以可以撤销 可以在意 只有事实 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 所以对我们来讲 评议没有面子问题 如果说我评议做出来 我又不可以撤销 有人来申诉 真的是资讯太过量了 就这个东西 索证你好像也有索证的 那不是你假作 那我们就撤销 所以这些 然后我们再把它都做成看立志 就都放在那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方法 值得FB跟朝日中心来参考 就是说你这个 第一就是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一审定见不可申诉 我觉得是很恰当了 这个举一个小例子来看 我们今天就随便举一个小例子来看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检举案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有人检举批评谭德赛 有人检举批评谭德赛 习近平 但相对的有人检举支持谭德赛 批评川普 还有提出的 有人批评那个韩国瑜 有人批评叶玉兰 这个还有人批评他提出的疑问 但是我们的评议全部都是保留贴文留言看出的 也就是说这是言论自由 就在有灰热阶段的时候是言论自由 第一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天正好 不论你是骂谭德赛也好 或者捧谭德赛也好 你习近平的这个骂你叶玉兰 就是你有批评的底下理由讲话清楚 对公共事物质评论是主意言论自由 公共人物与公共组织不得回批任何证 不得人论的评论 当然 不得人论的评论 所以这个是我们本论坛之判例 所以这是我们论坛之判例 所以我们坚持坚持这个东西 所以要在我们这里对判有罪是非常困难的 但并不是我们独特 我们其实就是严格实习 就是现代的司法阵制 并不轻易判人家入罪的 那其实在这里头 这下边这一位 你刚才讲很多 这是新进来的 新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 对他们的背景 有的时候 什么的讲 但是他们来了几次 久了以后就会发现 还是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新进来的 容易会被捡取 因为现在的文化就是骂人 跟酸言酸语 但是假设你在那边待久 你会发现 在我们这里 这个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是刚刚进来 然后马上引起一堆 所以刚刚你有讲过 是不是我们内部的检举 会在检举下 那么这里会有 但是通常就是这些新进的人 他们已经习惯在别的论坛里头的口吻 那么在这一点的重点就是 就是说我们非常的建议 就是要走这个 就是说现代吃法的意思 就是这些什么连作法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未来还有这个聚会 要针对这些事情 今天就是这个原则 要去把它达成 那这个下面一个 其实你刚事先做了一个 其实这是我今天唯一 打一个红标 红色标题 因为在所有里头 我觉得本来是我们今天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不过你刚刚做了一个 四些的澄清 我觉得也许会是这个 或者整个民国政府 应该都没有民主实验室 他就是一个NGO 我觉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发现你很主动 会跟人家沟通 我觉得你要去跟他沟通一下 因为你自己去看他的这个 行文的前后 因为他可以这个 因为在他主张民主实验室 他可以提供这个平台商 这个预警系统 这听起来就只有政府才做得到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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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谁 我们这里 这里的哪一个可以 大声说过 可以提供这个平台商 一个密集系统 他就可以怎么怎么 这些口吻完全都是 就是他所制造的一个氛围 完全就是一个 这是政府的计划 而且听起来就是 威魔相当的大 这个不是政府支持 你如何做得到 我真的他们的网页上面 我刚刚就大概详细看了 应该是没有有任何说 他是台湾这边的 不管是行政员 或者是各级政府 就是给他们任何 你叫什么endorsement 就是去备数 或者是经费或者是人员 应该都没有 那因为事实上是没有了 他们如果网页 或者他们公开新闻稿里面 有传达出有的讯息的话 那请随时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会 因为什么要我毕竟去CSS 也见过他一面了 那我当然也会反映给他 去进行修正 但是以我的理解 这并不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那这也不是各级政府的 是坚持的 都是证明的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应 听了这句话 因为我们是非常忧虑这件事 他就是一个社团法人 那要请他解决了 他的那种深处方法 我必须说叫相当的夸大 使我感觉到他在讲的 只有政府才做得到理解 那么这个一个 以反假讯息的事情 这个把我骗倒了 真是一个很成功的假讯息 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假讯息 对 就算是普玛 是有担任一些政府的职位 他是一个三级的 独立机关的委员 确实是 但是因为是独立机关的关系 而且是任务型独立机关 所以他并 就是这个独立机关 他并不是属于任何部位 那个政府 并不是属于任何部位 是那个不到党裁委员 就是那个任务型独立机关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独立机关 他其实并不是隶属于特定部位 所以这个也跟我们一般的行政体系 是互相干的 但是当然如果他以 好像说他是 就是不当当成处理委员会委员身份 去发表说 这个全台湾的言论啊 那也是当然不妥的 因为当商会的Mentate 并没有让他能够做这样子的判断 他又不是NCC的委员 也许他有一点点资格讲这件事情 对 而且他又到处寻为演讲 对 那他演讲成的身份 当然是有资格讲这些 但是那就是演讲嘛 诚信啊 政府 那不是政府的 但是就是说 他的这种行为 尤其是相认寻讲 这些东西都会很认为 这就是政府的支持 才做得到的支持 他政府已经表达 他不是政府的 所以你要出来以后就清楚 他不是政府的 所以说 当然他们有曾经拜会过 拜会过 确实有 那我也有说 就是很高兴看到说 有这样一个社团法人成立等等 但是那是唯一的一次 那整个拜会的记录也是有主资报的 所以我刚刚也有 就是私讯提供给吴老师 但是我跟那个社团法人是完全没有关联 而且不但这样子 我想他的经费要请 跟我们的就是民国的各系政府也都没有关联 对 各位网友 为什么我们这个问题特别打过红标 因为老师讲 这些预警系统 其实在很多通俗的美国电影电视 包括日本最近一个叫绝对零度 都有在讨论这个事情 关键报告 这些预警 但最后大家 就从这个人类历史经验 跟这个民族法师来讲 最后利用这个预警 但最大的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操纵预警的那个预警 结果它会变成造成人民社会 国家最大危机的一个机关 谢谢 我们注意到了 对 所以这个 我们很高应这个没有吧 不是 政府要注意一下时间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已经用很多时间了 来 我们快速的 第六、第七 唐政委要再继续 政府将反假讯息党的资讯 站在打 并在国内分类敌国 有公民阵线内贼等 立马环球时报 有国内某媒体 合为一类 请问这些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以及这些名单能请政府公布吗 尤其这个内贼到底哪里来的 这也是沈教授的分类 那今天也可以 这个知报他不代表 我们在整个行政院里 从来没有用过这两个字 对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两个字 所以在一起重新吗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没这回事吗 不然这次 这是有这回事 只是说他 他在发表的过程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也有说过一句话 说他什么 内贼多道不可生疏 这个是他采访的事实 这个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个 但是他 以我的理解 他是以台北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的成分 在说这个 并不是以党享会的委员 那对万部来说 即使他同时是党享会的委员 他也完全没有参与我们的 刚才讲的 Yofuras Yudaka 跟罗宾成正伟跟我 所协助的 这个就是假讯息 和他访制的这一个 院内的讨论 所以我们在院内讨论的时候 我们连假新闻三个字都不会用的 因为我们不想 人性文记者 为敌 我们都是说假讯息 对 那更不要说内贼 我们从来在院内讨论 没有用过内贼 两个字 所以那个 《环球时报》跟这些 根本也不是 就是说 当然他学术上 当然有他一些主张吧 但是 但是这个 并没有进入我们讨论的程序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真假讯息 你有这个主张 你的证据是 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 我们很清楚就知道 《环球时报》 这是 这是中共的党报 那为什么 会跟我们国内的 甚至是 相当主张民主法制的媒体 你的这个 把它 归为一类的这个 理由之统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事实问的 就是论述了 以后都政治问题了 我看因为唐正宏 已经表达到这个 这种清楚 这种是这个问题 对 以我的理解就是 他在CSS的简报里面 有说什么 有一个什么 YouTube平台里面 虽然是用繁体 或者我们这边叫正体 正体字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来自于这个环球时报等等 那应该是他研究的一个过程 但是 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当作 我们政策的一部分 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他明确讲 跟我们国内一个 相当有声望的报纸 把它两个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 你要讲这句话 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证据 实际的证据 否则你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我们一个 台湾人的 一个有悠久主张 这个民主法制的 历史的一个报纸 你把它归纳为 共产党报纸 对不对 你这个理由必须要讲清楚 否则的话 这个就可能 本身就是个假讯息 这个我完全都同意 这个我真的完全同意 我在这里 客戏是讲猛的 他是直接讲出来 所以我完全同意 对 这一点的话 我们认为 美方说 最近的国际上 比如譚德赛说 台湾说他什么种族歧视 我们政府就急忙挑出来 否认说 这个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像那些贴文都是假的一样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说 这跟台湾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位学者 他其实在台湾政府 包括他跟这个 我们现在执政党关系也很好 那他在这个政府部门 也有当作独立的一个 会员 那如果他真的发表了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他的个人意见 或是代表他的这个 学术研究 那是不是政府也应该比照谈 能赛模式 也发一个诚 诚心老说 这个是他个人意见 跟我们没有 对 没关系 我刚刚是不是就差不多讲了 这个小李 我一直讲一句话 对 对 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像访团两个字 如果这两个字见猫 那当然大家就觉得说 也是我率领的 好像我读到他的研究 完全没有这件事 真的我们到DC 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说以后我们如果很谈 这位学者在有类似的这样的发言的时候 可能这段稍微注意一下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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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弄清楚的就很好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 其实啊 这个 创业约系 有点小养股 是 这个 因为刚刚有 这个也是前两天不小心提到 因为这个政委 尊重啊 其实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这个 这个 这个新闻 这个同意 其实我们在两家不同的报纸 跟我在《零恶报》 这个 中原在这个《中国时报》 这个 这个 因为当时还是戒严时期 是有报警 媒体进 所以呢 当时媒体原来讲 只有两报三台了 所以这两报就是分别 从《零恶报》 跟《中国时报》 我想你也想回报 哈哈 这个 这个逆人回报有一个 去是被你 这其实我要讲 叫做 有竞争 也有合作 是 有竞争 我先对你讲的 《零恶报》 是在发行广告上面 在新闻 在独家方面 确实是存在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底下 刚好 很多同学都是我的同事 所以 其实两边 其实底下都有来往 其实 这个 观念也非常接近 这个观念就叫民族王子 那我想讲一个小例子 就是说 其实在戒严前 因为党外杂志同博 党外杂志同博 所以当时 这个执政党 军事党 确实有一撮人 他们想要推记者 那这记者法 就干了 当记者必须 我家通过来通过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要这个 而且 这个里头法还可以干涉 你的这个人事 所以其实有定 这个草约出来 当时 这个 报业公会 就觉得要对这个 记者法 要做一个 这个 要做一个 态度的表示 那其实 我们要感谢 在那个时候 这个 虽然有 党外杂志专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要非常感谢 这两报的这个 创办人 对 在这个 东奥所有的余先生 和王丁吴先生 其实都是有 民主法治是这样的 其实 我要真正的 我们很诚心去面对 这是 两报跟党外杂志 各自在体制的内外 促成台湾的 这个 这个民主政治 所以台湾是唯一 和平民主政治 就是体制内外 都在努力 朝这方面去找 那么 那么 除了这两个创办人之外 我们 联合报有位 因为 他 因为早期台灣教育很薄 创办人革动 创办策大物理 创办人革運 在大陆 就是 现在 vibe 是 我在 ここ 你 刚一 完了 都 因為我是當時台灣沒有新聞博士 我是第三個新聞博的後選人 而是這三個唯一在新聞線上工作的 所以劉長很客氣 找我去談談總統們 報著陪我來寫一篇對於記者的看法 我就跟他報告 我說以當前的觀點來看 不再是以處罰為準 而是要以媒體自律跟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就是我弄錯了 我要更正 所以我們不應該主張外慾 記者法就是外慾 我們應該主張自律 還有一個主張要有自己負起責任來做 要更正 要以更正代替處罰 而且我要主動更正 有的人來告訴我就要更正 而不要怕沒面子 來更正 長榮 好董廷您好 你就去寫稿 我寫完之後 當時寫他的名字 他把稿子看完以後 只加了三個字 非常客氣 把我的名字寫在上面 那我要講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雖然他是代表 這幾個代表有幾個意義 就是雖然他代表條約公會 一定要中國時報 因為有兩報 一定要中國時報 也是看了以後 覺得你這篇文章主意 因為如果這兩報不同意 這個東西不能成為了 所以我這樣講 這就叫表面看起來有競爭 但是後面有合作 就是為了國家的這個 言論自由 為了這個民主法治 有競爭法以後 照理論上來講 黨外雜誌 衝突會被禁掉 然後我的競爭力更少 對我們兩報是好事 對我們是好事 但是沒有 但是沒有 就是說這件事情 跟鄭南龍先生講的是一樣 言論自由是普及的 是不跟黨派的 所以我要進最後的結果 從開頭主張 有競爭要有合作 到結尾還是這樣 也就是說這個令尊跟我 表面上兩報有競爭 但實際上 我們的意見是相對 就是對這個基本的適合意見 是相對 但這個我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時候是戒嚴政府 那時候是戒嚴政府 是我們今天講的 萬惡的國民黨 萬惡的國民黨接受 戒嚴政府接受 結果最後記得好 並沒有推出來 並沒有送 所以我再次要 再次要請鄭偉 要把這個觀念要帶回院會 社會是要進步 我們不能老講過去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要比從前好 更不能比從前更壞 所以呢 我們當初 今天跟我一起 我們當初都有參加這些活動 我們要推言論自由 希望政黨能力 不是說王毅拉來以後 換我比來當王毅 不是這個意思 是要為我們全民保存一個多元的文化 尤其一定要有多元的文化 才能夠有免疫力 我們其實新凡 也是告訴我們 其實免疫力最重要 比如任何萬用萬要都重要 言論自由 就是我們的免疫力 今天我已經報告過 已經事實上發生過的事實 就是說 也許這些雙頭大神 他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好的動機 實際的結果 剛剛都已經看到 這只是千案一束 不是全部的 我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來做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把這個訊息帶到 總統曾經說過 你們可以來抗議來拍桌子 我不是喜歡拍桌子的人 但是我們希望聽見 然後把這個帶到院會 如果我們所講有道理 政府可支持的話 希望能夠實踐 因為時間有限 本來是應該要有一個折 我把我們最後有四個期待 然後再總和一下 這四個期待 就是第一 請政委能夠把我們 如果你也認同的話 有觀念 要帶到院會 就是行政必須推出司法的角色 其實這個期待好像不止假訓文 其實我剛剛有講 彭均其實是民進黨的創黨員 但現在不是了 我們不去多講理由吧 就是我們在整個方向都要朝這方向去 就是行政不應該去 三權獨立 美國憲法第一條 這個能夠保障美國到現在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行政一定要推出司法角色 那麼這是一個總的 那麼對假新聞這個事情 一定要確認兩個優先 就是當有言論自由 資訊流動 資訊流動是我們聯合國保障的基本人權 反假訊息這三個事情的時候 要有一個優先區應該是這個優先區 也就是說 除非有明確證據 這是一個假訊息的時候 你必須要保障言論自由 保障資訊合同為切 這個優先區要來 而不是說他有一點值得懷疑之處 可能是假訊息 所以我就先 以假訊息處分 這個優先是錯的 所以這一個是第一個優先 第二個就是 媒體資律跟社會責任 應該優先於行政處罰嗎 不論是公權利的或者私權利的 應該是要以這個 比如說你剛剛有些舉些例子 明顯馬上發生一些錯誤 你們應該要鼓勵平台商要告知 由社團內優先做自律 由社團內跟這侵入我們是有這個情況下 我們其實這樣鼓勵 只是說因為數位通訊傳播法 並沒有深度通過 那我們依法行政 所以我們並沒有一個法律規定 要我們這樣鼓勵 包括訴訟外解決等等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赤本的方法 就是鼓勵我們的立法院 可以儘快如果退休 好 對 來通過一下我們數位通訊傳播 好 應該要 這是第一個 就是行政要退出司法 然後就假訊息方面 應該要考慮這兩個優先 尤其是第二個 在戒嚴時期都接受了 現在為什麼這個社會要更進步 怎麼反而退步 我們非常憂心 因為立法要考慮它 對啦 第二個 第二个,其实今天已经反映出第二个问题之需要,就是说今天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个大新闻查中心的脸书,当然其实脸书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其实整个的平台了,只是看起来现在积极在干预新闻的只有脸书了,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感觉的上,就是积极干预这个的只有脸书,所以我们从脸书做起。 这方面我看起来就是说,那个整个整个人物,可能是这个东西,可能是负责这个主要原因,那可能有很多技术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可能反而来做协助,所以这个政府新闻查中心的脸书人民团体试编会,我觉得有起必要,尤其今天这边看到这个网友,我希望你有别的社团,我们是讲人民社团不是只有全产,不是只见全产, 我们任何颜色的社团,也都觉得应该,这是跟我们美军都相关的事,希望我们能够,我相信同学也欢迎继续陪同,也欢迎其他人来参加,就是这个四边会,我们希望能够,要请你大力促成, 我们来讲,我自己知道你在当前,也不可不命令他们,但是幸好,你的做人的风格,你的感动力,你的感情感造力,他们是会受到你感动的,所以我非常期待,你要能够促成,甚至我们假设决定,我们决定要向后办,甚至邀请你要做共同的邀请人,这是第二点。 既然邀请他们来做什么,可以先跟你讲一下,我们都不知道邀请做什么了,就是邀请查委中心,未来角色跟人民互助了,我是非常建议他,要成立一个沟通的管道,要有一个定期的,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很多历史,你可以在平之前,我们就举行这样的会议,大家各自来说,这到底是真还是假, 对不对,然后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因为给他一个什么类,除了他自己,几个小朋友在那边做之外,其他在里头一大,我都觉得都是我们得高望重, 因为我自己是新闻接触,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前辈,甚至好朋友,但可能他们没有自己时间处理,可能就丢给两三位小朋友在做, 那我们呢,其实大家相处也是一个彼此学习,彼此教育的机会,所以非常重建议要成立一个沟通管道,我刚刚讲,邀请只有一个人,我去跟他沟通,他都可以跟我沟通,那你这么大的组织,都说不能跟人沟通吗?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请你来促成,然后我们可以来做,底下很多例子,我们今天不讲,像很多,我们是赞成了,这个好多事情可以多用一些报告的类型,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说不要误解,要普通说明,还有不思大雅,像这个,这个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背法,就是说世子本身没有背,我们希望都能跟查中的说明, 对这个脸书呢,就是合作,我们可以做他的背法试,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不再重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改善,甚至我们的人民,像我自己从事这方面,我只要他愿意分享资料,我都可以来协助他,变任网军,然后去寻求一个更合理的方式,所以我们最后这四个期待。 时间能有限了,你站很多时间点,然后,这么一个时间都更是站得来,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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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一回应了,第一个是说,我想对行政的权利的截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对行政权利截止,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法律去明文显示, 因为法律如果没有明文显示的话,那我们行政保留日子,难免不同的主观,会有不同的判断的方法,但是如果法律特别就是说,这一块行政权不能管,或者这一块行政权最后不得意再来管,那其实这就是我们视为通讯传播法的立法行政,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要,让这一股法,或相当于这一股法的蒙古法,应该要迅速通过,那样的话,你才能够对行政权有一个截止, 因为不然的话,以目前的这个法提期,它基本上就是个人的一个判断,还是有一个任意性在,所以这是一件事,那至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就是所谓的四边会,我们这边能够提供的大概就是场地,然后等我的时间,那因为我并不是就是有一个部位,并不是这样子,行政院政委员是协调的这个功能,所以可以是说,如果你们有邀请到, 或者是说,你们要运用这个场地来办会议,那我如果在,好比像说,如果是礼拜三,我的office hour,我们的秘书约就可以了,纵使是我不在,那只要事先申请,我们很愿意提供这个场地,包括还有就是你们的直播设备啊,网络等等,这都没有问题,是一张共同邀请人呢?那请我的共同邀请人,我就要实现看那个议程,对,那那个我们就要比较详细地来看,对,好,那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了,那第三个部分,其实这就不在我的, 就是拿着一张共同邀请人们,做这些小强调的那些 şey,是一张共同邀请人们,就是把信息的解决,就是我完全没有说好,那如果是一张共同邀请人们的交链,那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有 Sud信息来说,如果是一张共同邀请人们,是一张共同邀请人们,我正常他为一张共同邀请人们的解决ción,那什么是中国,也在对他的作品呢? 部分错误那也是部分正确 部分错误为什么要当做全部错误来判断呢等等 那市场中一定可以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意思是要这样的结果 是脸书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最后的第四点 这个CRM我自己觉得是目前脸书 特别弱的一个地方 那他们也承认这件事情 那我刚刚有词询到一个连结 就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 在任何对使用者不利的这种演算法 做出来的判断之后的15天之内 任何使用者都可以上述到一个 由人组成的这样一个评议会 那这个评议会透过这个90天之内 一定要做出判例的判例审的这个制度 等于去救济演算法造成的这个不利益 那这个是脸书目前可以说是在 他们自己的I-Loss 就是在他们的商场里面去规定说 这个评议会他拘束他的CEO 那其实我们在公司自治里面 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况 因为一般是对武官负责 怎么会对一个评议会负责呢 那但是他们目前正在建立上一套制度 那但是这套制度呢我想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也不太可能 请老师打开眼界去看 但是也希望大家稍微研读一下这套制度 那我觉得这套制度它是不是有可能 好比像说事先在台湾 用Beta Test等等的方式 我觉得这套制度跟你们目前的平行制度 是非常相似的一个精神 所以希望大家花一点点时间看一下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四个回应 你们两位有没有补充 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大部分的都是活在我的那个里面 不是这样吗 还是有这种有空再来 再看一下 好啊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我口罩EPB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补充 实名字似乎不是在这一刻 大部分小问题的问题都是 那大家想要看我戴口罩是吗 哈哈哈哈 看到时候这位话都说 好没问题 我再到你的板上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那个 我们也不忘记我们太多了 哈哈哈哈 那你资金展有没有什么 没有想要分享 因为时间有限 不这样啊 我们做简单的那个 今天会议的一些可以控制就控制 是的 我是看到我们今天问题很清楚 一直都给唐正伟很诚恳的回应 那刚才吴教授也特别为我们这个团队提出四个启示 那从唐正伟的那个回应 我是认为第一点大家没有理议 就是一个适当的管理法 有必要的立法 那这个立法 我们今天一定在要立法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去 应该各样的委员也没有同意想 能够在里面 虽然就我们的理想就会实现 所以这一点很好 就是必须要团队立法 第二点就是那个 杭胜伟刚才也也 谈到我们的第二个期待嘛 那这个期待应该很清楚的讲出来 我们也可以就是未来要 如果有意料要进一步都要对他 那唐正伟讲出他的成绩 应该是 我的名义的话我就要看他 在基本上比较去人再讲 那这个态度基本上就把第三点 第四点涵盖在我们未来里面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 我们很 就是说很谢谢陈振伟友 这么的诚意 那我这样的讲话 不知道吴老师 你同不同意我们未来 继续在第三点 第四点 在未来做台里面 很乐意继续讲话 我觉得这非常好 就是讲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 我给你个音乐好不好 我给你个音乐 我给你个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